回到玉衡院,云下去如左针毡,她就担心墨云说出什么不合十一的话来,将她再次陷入绝境。 王妃放宽心吧,以奴婢对王爷的了解,王爷若真有幸为难你,恐怕王妃早就没有这般完整了。 你家爷臣府极深,你未必了解她的全部,她留着我呀,或许是另有所图。 诶,韩芝,你快去前院打探一下消息。 诺。 秦王府,墨云公子被元宝丢到了秦王的面前。 此刻的秦王,哪里还有一丝颓迷不振,虚弱不堪的模样,精神抖擞地站在墨云面前。 你居然国人,跑到大小国的帝都来做什么?说! 大小国不是允许商骨之间的货物流通吗? 小人慕名而来,想谋一桩生意做作,有问题吗? 什么生意? 保密。 你这小子,再不如实交代,信不信我抽了你的筋? 信,你家主子恶名在外,别说抽鸡,就是想吃我的肉,我也信。 南英北狐,你是怎么猜到的? 这又何难? 如今大夏与安国签订了和平共处的协议,他自然不能在这个关头为难墨云,只是一闷心思地想着,如何替王妃与安国断个干净。 墨云太子应该知道本王请你来的原因吧? 不就是为了你的小王妃吗? 哼,说吧,你想让他死还是活,本太子卖你这个人情。 本王要你从此以他断绝往来,心同陌路。 好,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情,可惜,你我注定不能做把酒言换的兄弟。 我走了,保重。 韩芝回到玉衡院,告诉云霞,墨玉已经安然无恙地离开王府了。 什么? 墨玉安然无恙地离开王府了? 你家爷墨飞队的人要美男怜香西域了! 殊不知,秦王在元宝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来到玉衡院。 他这不是拐着弯地骂他兴趣向不正常吗? 韩芝站在云霞对面,抬头瞥见秦王,吓得花容失色,一个劲地朝着云霞诗眼色。 云霞立刻画风一转,柔意绵绵又怅然若是地说道。 啊,韩芝,这可怎么办啊? 王爷宁愿喜欢男色,也不愿意多看本妃一眼。 本妃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 韩芝的脸色苍白,王妃这是在作死的路上策马奔腾。 都下去吧。 云霞转过身,微快地往外跑。 好,这瘟神要发飙了,秦王大手一捞,将云霞结在了怀里。 嗯,哈哈,相公,身材错了。 错在哪里? 错在不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对相公一往情深,起了善度之心。 秦王却忽然俯身,闻住他的樱桃小嘴。 从他被接走后,蒸整一天,他心绪不宁,品尝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份思念煎熬的痛苦。 他不得不承认,他爱上这个小东西了。 原来这才是爱情,赐毒药,明知有毒,却饮阵止渴,上瘾。 云霞忽然回过神来,抓到了他的圆壁。 然后,一个漂亮的过肩衰,正沉浸在汲取少女心香的男人毫无防备,被摔得四脚朝天。 汉云霞,你想死是不是? 云霞痛快不到一秒,立刻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相公,对不起对不起,这些不是故意的。 他将秦王拉起来。 秦师你若不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本王就叫你杀死监尸。 云霞也知道,他今日若是不把这个祖宗很高兴了,他一定会心账旧账一起散。 相公,你要怎样才肯原谅臣妾啊? 今晚是请。 好嘞,臣妾保证,今天洗得白白地在床上等你。 车道山前必有路,传道桥头自然直。 我先蒙混过去再说。 安置他们揣测到秦王晚上要来玉衡院就寝的事实。 热心地为云霞准备了玫瑰花瓣泡澡的热水。 云霞虽然不想取悦秦王,不过泡澡却是他极其喜欢的。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地方。 在我受惊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秦王府。 爷,天色与黑,爷要去哪儿啊? 玉衡院。 王爷,拿兰秋剧来了。 这么晚了,他来做什么? 告诉他,本王歇息了。 拿兰秋剧说,他有老皇妃弥留之际留下来的信物给你。 秦王震惊不小。 把他带到鸣雪殿来。 纳兰将军,还请将本王母妃的遗物呈上来。 小学哥哥,这是你的母妃临死前,让小妹交给你的遗物。 母妃要她兑现的承诺,娶纳兰燕燃为妃。 母妃许她,秦王妃的位置永远都是她的。 小学哥哥,毕竟,爱情这个东西,本就不是永恒的。 我在原地,你就往前走了。 显然,对不起。 玉衡院。 云下沐浴完毕,坐在床上,等了许久,也不见秦王过来。 叶已经深了,可是秦王并没有如月来到玉衡院救起。 云下连续打了几个喷嚏。 这回云下才知道,她是真的感冒了。 云下有些气恼,那个负黑妖孽没有来。 没有来就算了,竟然连招呼也没有一个。 你不让我好过,老娘便让你不得安省。 云下捏手捏脚地走出了玉衡院,静止朝明雪殿走去。 王,王妃,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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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了? 天宝。 你,你,你,你家爷,在,在里面,干嘛呢? 王妃,王妃在里面谈要紧的证物,还是请王妃别去打扰的好。 你家爷生根半叶的,和纳兰将去谈证物。 你家爷想一晚上开两次婚,日经济多久了,这么急不择时啊。 嗯,算了,本妃不搅王爷的兴致。 回头你告诉你家爷,本妃祝他幸福绵长。 王妃误会本王了。 云下如同脚底抹油,快速开溜。 站住。 相公,还有什么事? 相公,官有清香月有名,春宵一刻值千金。 相公,你可别辜负少华呀。 还有,花开勘辙持虚辙,莫待无花空辙之。 元宝,宋纳兰仓就回府。 说完,一位深长地瞥了一眼云下,静止将云下打横抱起来,朝着玉恒院的方向走去。 纳兰仰今日可谓是鼓足了勇气, 摒弃了少女的矜持和娇羞,主动地向她走来。 在她的眼里,她的心里,除了安云下,已经再容不下自己分毫。 安云下,我和你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秦王将云下静止抱进了内室,放在了床上。 男人的唇却忽然落到她鲜嫩的唇上。 啊,啊,哎呸,啊,哎呸。 可惜死了。 陈姐下午泡澡收了凉,穿着沙衣等你那么久也不来。 陈姐就算是国防身体,也难免不被风寒侵蚀。 初见陈姐受凉了,你却嫌弃陈姐。 想她自幼受过许多苦,身子弱,既然受凉了,她就不该再让她雪上加霜。 看到云下还在伤心难过的抽泣,秦王点死了。 竟然就放过你。 相公,陈姐好冷。 秦王大手一捞,将她圈入怀里。 还冷吗? 很快,云下发现自己热得有些异常。 全身开始发软,肌肉开始疼痛,而且开始头昏脑胀的。 相公,陈姐好热哦。 秦王低头望着眼神迷离的云下,惊觉到她应该是发烧了。 秦王感到十分失落,正所谓春宵一刻之千金,可是这丫头的身子太不争气了。 为了给她降温,秦王不得不将怀里的小人推开。 却忽然听到云下迷迷糊糊的梦一声。 甲决,你这个混蛋,整天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飞出你的五指扇。 到时候,我一脚踹死你。 我要修了你,让你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甲决,你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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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 原来,她对自己的痴情是伪装出来的,她对自己的敬种是演出来的。 她心里,对自己是恨之入骨的,心里如坠深渊,凉透了。 可是这能怪她吗? 从前自己对她的态度十分恶劣,甚至还三番两次算计她的小命。 是她从背后对她放冷箭的。 这一桩桩,一件件,只怕早就含了她的心。 秦王的心,此刻不美好。 自己就这样,不顾她的意愿,将她占为己有。 以她的刚烈,会不会想不开啊? 凌晨时分,一把抱起她,大踏步向大门外走去。 王妃烧得人是不行,性命开用。 这几日便留在鸣血殿,本王会请太医过来会诊。 秦王抱着云夏来到鸣血殿。 秦王将膏烧不退,昏迷不醒的云夏,放到警床上后。 一切安排妥当后,这才请大夫。 云夏整整昏迷了四天,直到第四天,云夏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 神志也逐渐清晰了,秦王一不解代地照顾了她整整四天。 啊,这是鸣血殿? 你醒了? 云夏不知为何,就想到了她轻薄自己的画面。 可是那个场景如梦似幻,让她一时半会儿也分不清真真假假。 云夏纳闷不已。 到底有没有尸身给她?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本王的鸣血殿。 本王不在这里干在哪里? 真结昏迷几天了? 四天。 四天? 那不开啊? 你终于想起你娘来了? 今天五十,安抚上下一百多条人命,降在五门斩首势中。 啊? 五十快到了吗? 相公,你跟我一起去救人! 她措施救安抚的机会,如今危机关头,无论如何也要请到秦王这张免死金牌上阵。 坐到马车上。 相公,你就帮帮臣妾吧。 舅舅臣妾的娘亲。 有何报仇? 只要一想到她讨好自己,并非出自本心,她就没法给他好脸色看。 你想要什么报仇? 拿出你的诚意? 云夏闭上眼,将自己的唇主动送上去。 秦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听话而感到高兴。 相反,她怒了。 滚! 暗玉夏,你是本王明媚正娶的王妃。 本王的王妃可以交奏,可以跋扈,就是不能活得如蝼蚁一般卑微。 你,不需要对任何人唯唯诺诺,更不需要对任何人委屈求全,明白吗? 相公,臣妾也不需要对你唯唯诺诺吗? 相公,臣妾答应你,一定改掉妾妾诺诺的坏毛病。 做一个怼天怼地,竟然横着走的,嚣张跋扈的秦王妃,绝对不给你丢脸。 你是螃蟹吗? 臣妾只是打比方而已嘛。 马车,来到五门时,正赶上柜子手,举起钢刀,准备行刑的关键时刻。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住手!参见王爷,参见王妃。 云夏只走到了陈衣娘面前。 娘。 云夏,别哭了,娘没事,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娘死了,你也别难过,啊。 你好好的跟王爷过日子,做个贤妻良母,不争不强的,安康到老,娘就死而无憾了。 娘,女儿不会让你死。 云夏这么说完,将求助的目光转向秦王。 皇上口约,安抚斩首之行,延缓执行。 下官主命。 云夏如是重负,虽然今日没能成功地救走陈衣娘,可是好歹保住了她的命。 当纳兰燕然听到这个消息时,可谓是大发雷霆。 她做事一向有原则,今日却为了秦王妃,做出如此荒唐的事。 秦王做事一向滴水不漏,只怕今日的事儿也是事先向皇上请示过的。 阿翠,我要进宫,面见皇上。 卧将今日来,便是有一重大情报要禀报皇上。 卧将奉皇命对安抚抄家时,在安抚嫡女的闺房里,搜寻到了一份名册。 卧将原样踏了一份给秦王,将原名册保留下来,请皇上过目。 侯你敢云夏,竟然是藏匿在我大下国的细作。 皇上,卧将除了这份名册以外, 还有一个人证,不过此人证身份特殊,还请皇上下旨,末将便可奉旨拿人。 皇上顿了顿,提笔你旨。 从乾坤殿里出来,夏绝哥哥,是你逼我的。 秦王府玉恒院,忽然,一只剑从窗外直直地射进来, 剑柄上绑着一封信,云夏吓得目瞪口呆。 取下剑上的书信,当他看清楚书信上的内容后,脸色骇然一变。 信上说,皇上已经下旨通缉他,必要时刻,可以对他就地正法。 云夏警惕地撇向大门外,把这把小巧精致的左轮手枪放进衣袖里。 云夏很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了王府里。 当纳兰燕燃带领禁军包围王府时, 元宝在短暂的惊恶之后,火急火燎地将消息传递给了秦王。 爷,不好了,王府被禁军包围了。 本王的王府,乃本王最后捍卫的净土。 好你个下雨,连老谋深算的仙皇都不敢贸然打王府的主意。 你个乳秀未干的小子,却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爷,率领禁军的是纳兰教卷? 纳兰燕燃? 纳兰燕燃为何会来? 他心直肚明。 秦王来到王府大门口。 谁见你的狗胆,请赶来本王的府邸撒野。 末将今日前来,并非有意刁难秦王府, 而是王府里藏着一位细作。 末将身为大下国的栋梁, 当以天下子民的安慰为己任。 剑出细作,是末将的本职工作。 如果,本王今日不让你进去呢? 他只要想到那个命运多产的丫头, 因为没人依靠,自幼吃不尽的苦头, 心里就油然而生出新的愿望。 从今以后,自己护她。 末将,之后请出皇上的圣旨来。 王爷是要抗旨不尊吗? 元宝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 对方毕竟是皇上, 王爷若是抗旨不尊, 真是冒天下之大不惠, 人人得而诛旨。 腰搜便搜, 搜完赶紧滚。 纳兰将军包围玉衡院士, 韩芝和春夏秋冬五个丫头, 刚刚忙碌完毕, 正站在屋檐下小气。 还不进去抓人? 进军面面相去, 一个个心里十分惶恐, 却又涉于皇威, 顿了顿,还是闯了进去。 纳兰奄然眼底, 闪过一抹得瑟的光芒。 只要他这次将暗云下斩草出根, 纵使他与秦王有了芥蒂, 他相信余生很长, 他一定能用自己的真心, 换取他的感动。 进军进去没多久又出来了。 泽泽, 屋里没人。 纳兰将军将本王的府邸 变成你的战场。 本王宣布应战。 元宝, 立刻发动蝶位, 搜寻王妃的下落, 绝不能让王妃落到 彪旗将军的手上。 诺。 王妃整整消失了两天, 纳兰奄然率领的皇家禁卫军 和秦王派出去的精锐蝶位 在帝都里明察暗访, 却一无所获。 秦王心里焦虑, 害怕禁卫军杰族先登, 纳兰奄然以畏罪潜逃殊死抵抗之名, 将王妃就地正罚。 两天后, 王府花园出现了一个要饭的乞丐, 说是给王爷送信来的。 乞丐呢? 找乞丐取出的书信, 递给秦王。 元宝替他接过书信。 你来听听。 金金相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元宝, 你说, 他什么意思? 爷, 外面到处都在传, 秦王妃乃为罪潜逃, 于是活小的小, 王妃怕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修本王为他撑腰, 他还需要逃吗? 天地下有什么地方, 比本王的王府更加安全。 爷, 你喜欢王妃, 可他知道吗? 王妃不知道爷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他了, 又怎么可能会相信, 你会无条件地保护他? 折伏在地牢门前的那棵大树上的人, 坐在最高的树压上, 望着下面。 秦王妃安云下, 身犯重罪, 皇上下令, 倘若秦王妃赋予顽抗, 可就地正法。 树上的人儿听到这话, 眼底曼出一抹玩味的讽刺的笑意, 左轮手枪握在手上, 可盯着下方的纳兰燕燃, 纳兰燕燃想他死, 就算是死, 也得拉着他垫背部, 就在这个时候, 地牢门口, 秦王妃大踏步地走来, 标起将军好威风啊。 王爷, 末将只是如实传到皇上口语罢了。 将军威名在外, 却如此忌惮秦王妃, 还真是让人意外。 树上的人儿来了精神, 这对情侣竟然为了他吵了起来。 王妃并非弱智女流, 末将忌惮她, 难道不应该吗? 王妃是不是弱智女流, 将军会比本王这个枕边人更加清楚吗? 不管是谁, 胆敢动本王的那个人, 本王会让他付出九族同株的代价。 他们说话的声音太小, 树上的人儿就算是竖起耳朵, 认真聆听, 可是也被周围的风声给打扰。 小云霄, 原来你在这里, 你快跟我走, 这里太危险了。 莫玉! 我才不会跟你走, 而救我娘。 你个女孩子, 生日熊巴巴的, 秦王他怎么受得了你这种汉服啊? 他有他的心头好, 我的彪悍和温柔都入不了他的眼。 他呀, 一心只想娶我的小命。 跟我走, 为时保护你一辈子。 树上两个人打了起来, 树影婆娑, 树干晃动, 立刻吸引了秦王和纳兰奄然的目光。 弓箭手准备! 来不及多想, 秦王整个人如同离玄之剑, 眨眼的功夫, 双脚已经离开地面, 很快就上了大树。 墨玉公子来得正好, 皇上正欲请你去皇宫做客, 走吧。 秦王, 你除了我也没用, 你们皇上他敢动我一根寒毛, 我们安国大军, 立刻会压境, 你何必多此一举呢? 皇上不会为难你, 不过是请你去做客, 墨玉公子不会不赏脸吧。 云下正安安庆幸, 这两个极品妖孽最好逗得你死我活的, 我就可以趁乱混入地牢救出我娘了。 纳兰燕燃见秦王时不时地围绕着云下, 弓箭手根本无从下手, 只好亲自上阵。 秦王妃, 乖乖束手就擒吧! 云下一个不慎脚底一滑, 坠落在地, 立刻, 四周的禁卫军围上来。 秦王见云下被抓, 无形恋战, 刺两拨千斤的掌力, 将墨玉劈到树下。 墨玉同样被很多禁卫, 为军包围起来。 当云下和墨玉被送往大理寺时, 大理寺少卿已经先一步接到秦王府的贿赂, 因此对于秦王妃特别犹怠。 四日一早, 云下被带到了大理寺审犯人的大堂里。 堂下何人, 报上名来, 赞下墨玉。 皇上, 他便是安国太子墨玉。 安国太子墨玉? 好, 许你不怪。 参见皇上,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秦王心里划过了不安, 就担心云下杏子直率, 一股脑子全部承认了。 皇上, 我的父亲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连累了整个安抚的人一起下了大雨。 我没了一口, 深入扶贫, 有人要置我于死地,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就够着明察。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敢狡辩? 太后, 物证可以造假, 仍可作伪证。 荒命, 暗云下。 太后, 后宫不得干政。 暗云下, 你可有证据, 证明这封名册是假的。 我能证明, 不过需要道具。 上道具。 云下将需要的道具写在纸上, 不一会儿, 大理四遍呈上来一块模板, 一把锋利的小刀, 还有笔墨齿燕。 云下拿起纸和笔, 走到皇上面前。 皇上, 能否刺一个字? 皇上信手写了一个天字, 云下记住了字体, 开始在木板上雕刻, 虚余功夫。 雕刻完毕, 云下踏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天字下来, 然后恭敬地送到皇上面前。 皇上, 请看, 这几个字, 可是与皇上的字体一模一样。 这, 怎么可能? 皇上, 这封名册是不是伪造的? 书签也难以定论。 秦王说的是啊, 这物证算不得什么铁账, 答案还有人证吗? 莫玉, 你可认识你旁边站着的这位姑娘。 认识? 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十年前。 皇上, 他撒谎, 这女并不认识她。 卧宇公子说你们认识, 秦王妃又说你们不认识, 但你们两人, 总有一人在撒谎, 这如何判断啊? 十年前, 秦王妃还是不安适时的小女孩。 她的一举一动, 自然逃不过安府上下的监管。 皇上, 灰尘建议, 可传大乡亲前来对峙。 摄政王的建议极妙, 传安将军上殿。 没多久功夫, 侍卫将安云夏的父亲带来了。 大将军, 你可认得你旁边这位年轻的公子。 认得她是安国太子殿下墨玉。 你可知, 你的女儿是为安国太子卖命的戏作。 皇上明见, 小女安云夏绝不是安国戏作。 地图有传, 让安夫敌女乃怯若草包一辈。 可是朕今日见到的安云夏, 灰写字, 还有雄辫之才, 与传说相差甚远。 大将军能否解释一下, 是怎么回事吗? 秦皇上恕罪, 罪臣该死, 小女并非真如外界传言那般赤鱼不堪。 相反, 小女自幼就从回过人, 天赋一并, 才知不输男儿。 那最沉迷信, 宋军女死无才便是德, 便隐瞒了小女的光芒, 还故意将她说成是赤鱼的草包, 就怕她光芒太甚, 给安府带来祸短。 云夏微愣, 她万万没有想到, 她的父亲会在这个节骨眼上, 选择跟她站在同一阵营。 从前她也曾想要置于她与死地, 为何今日她却反过来帮自己? 皇上就瞥了一眼旁边的皇叔。 秦王目光凛冽地瞥来, 与生俱来的帝王风范, 反倒让这位君王打了个寒战, 心里付菲着, 明明皇叔和这位安云夏并没有感情, 可是为何他觉得皇叔 分明就十分在意这位安云夏? 如若不然, 怎么会在关键时刻帮她说话呢? 如此, 朕宣布, 秦王妃无罪释放。 皇上, 云夏受惊, 微臣就不奉陪了, 告辞。 相公, 臣妾要回玉衡院? 王妃, 我们是夫妻。 从今儿起, 你就搬来明雪店主。 从来不曾担心过的问题, 没想到从今日开始, 她的人生要增加一个新的, 无法逾越的高峰, 献出女子最珍贵的真洁。 她从心底里是抗拒的, 不乐意的。 在云夏心里, 皇室的男人不够专情, 而且秦王对他没有爱情, 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心理的需求, 而自己恰好是他的妻子, 所以她想利用自己打发无数漫漫长夜。 一旦她征服了其他女人, 她就会喜心厌旧。 相公, 纯切的大姨妈来了。 秦王定定地望了云夏, 魅惑的桶子里藏着巨大的失落。 云夏十分抗拒她的亲近, 秦王的心情变得糟糕烦躁起来, 秦王抱起她, 向玉衡院走去。 秦王将云夏抱回玉衡院后, 没有停留, 便转身离去。 云夏坐在床上里, 对自己的未来做了一些畅想。 秦王如今生出男女心思, 这秦王府他怕是待不久了。 还有安府, 也是该出手替安府解围的时候到了, 他总是需要一个落脚点的。 历日, 韩芝和春晴几个丫头刚刚睡醒, 就发现他们的王妃早已端坐在书案旁, 提笔写着什么。 王妃, 你写的是告状书? 不错, 本妃要状告标记将军, 纳兰燕燃。 这个纳兰燕燃也真实的, 她分明就是嫉妒我们家王妃与王爷结伤亲近之好。 韩芝, 本妃啊, 要去大理寺告状。 王妃, 春寒料窍, 你还是晚些出门吧。 不能再拖了, 万一王爷醒过来, 知道本妃要对付他的欣赏人, 还不得想着发了地阻止本妃出行吗? 地牢, 小镇子公公揣着圣旨来到关押着安前大将军的牢门前。 公公, 可是最沉的末日到了。 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 大将军安之远, 结党营私, 最正不足, 特赦出狱。 军安,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今日其贬为庶民, 亲死。 写出龙恩。 哈哈, 你啊, 生了一个好女儿, 若不是秦王妃大闹大理寺, 为你等击鼓鸣冤呢, 今日等你的怕是你的死期啊。 安妇闻言, 又是震惊, 又是羞愧。 她对这个女儿的关心最少, 甚至还曾经想过, 抛弃她,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关键时刻, 她没有明哲保身, 而是选择了保护安妇。 这等凶精, 怎么能让她不羞愧? 当安妇的女眷得知自己被赦免的消息后, 也是惊喜不已。 玉省, 你体见没有, 我们不用死了。 你们大姐呀, 信誓旦旦地说要救我们, 可是到头来却没有见到半个人已。 不是好歹的东西, 你今日能从这里走出去, 全是云霞的功劳。 云霞就站在地牢门口, 当安抚的人从地牢出来的时候, 一眼便看见了她。 娘。 云霞。 爹, 你等今日能够从鬼门关里逃生, 是我家王妃从鬼门关里走了一趟, 历经艰险才将你们救出来的。 你们以后要是再敢欺负我家王妃, 我第一个不饶她。 韩芝, 别吓着他们了, 走吧。 回府的路上, 王妃, 虽说血浓于水, 可是安抚上下, 除了陈姨娘对王妃是真心的以外, 其他人都是狼心狗肺之徒。 王妃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他们? 要知道, 今日大理寺一案, 皇上分明就是有意偏袒纳兰将军, 王妃赢得多么惊心动魄啊。 我异于去鬼门关走了一趟。 王妃, 值吗? 安知, 太阳下山了, 我们会怎么样? 太阳下山, 和我们有关系吗? 有啊, 没有太阳, 我们就会身处于无边无际的黑夜。 可是安抚, 能做王妃的太阳吗? 安知, 我从来都不信, 所有的幸运都是上苍恩赐于你的。 我相信,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幸福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 我和安抚的缘分, 或许一开始并不美好, 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 让我和安抚, 有个好结果。 回到秦王府时, 天幕已黑, 秦王站在门口, 黑夜里, 目光眺望着远方。 爷, 外面风大, 您还要在这儿站多久啊? 你领便尽情。 爷, 是不是在等王妃啊? 今日主子在大理寺里, 无情地抛下王妃。 元宝一开始还以为, 爷是在气恼王妃欺负纳兰将军。 然而在离开大理寺后, 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表情愈来愈冰寒, 连饭后散步, 也变成了在门口守望。 爷喜欢王妃, 竟然到了这么痴迷的地步。 爷, 爷, 王妃来了。 秦王却忽然转身, 向里面走去。 元宝就纳闷了, 爷望穿秋水一般等了王妃那么久, 见到王妃却掉头就走, 这是闹哪般呢? 爷, 不跟他们打个招呼吗? 不用。 心里自然是想见他的。 今日他在大理寺表现得那么出色, 他多想无所顾忌地与他好好爱一场。 可是一想到, 他的内心深处是厌恶自己的, 秦王的心就没由来地被自卑攫取。 他不想把自己的爱情变得那么卑微。 回到玉恒院, 松江起, 你们可以享受三天的假期。 你们都去玩吧。 云下看了一会儿书, 时间到了晌午时分。 云下想着, 一个人用餐是在孤单, 向鸣雪垫的方向去。 秦王看到云下时, 浮出疑惑的神色。 玉恒院的丫头呢? 本妃给他们都放假了。 他们立了什么口? 只因他们都绞尽脑汁地回答着本妃的问题。 什么问题? 相公的爱好。 王妃调查本王? 非也非也, 臣妾只是想讨好相公, 所以才召集丫头们问他们这个问题。 哦, 王妃为何要讨好本王? 相公, 昨日臣妾大闹大礼寺, 还可劲地羞辱了纳兰将军。 相公一定生臣妾气了, 所以臣妾想着, 若是知道相公的喜好, 就能更好地伺候好相公。 相公一高兴, 就原谅臣妾昨天的鲁莽了。 你可知本王的女人, 该如何伺候本王? 知道知道, 端茶倒水, 更衣泡茶。 不需要, 只需要在床上满足本王几口。 我去, 这个人最近怎么动不动就想着跟我上床的事? 这莫非是经浴了太久, 身体吃不消了? 相公, 臣妾知道你的心事, 臣妾保证让你满意。 不过你得等臣妾搅好了以后, 才能更方便地为你办事。 云下这模棱两可的话, 却让秦王产生了误解。 他以为云下是要将自己送给他, 心里顿觉得十分欢喜, 秦王幼时, 必然是想过要娶纳兰燕燃的。 如果不是本妃, 云下陷入了沉思, 他要怎么样, 才能将纳兰燕燃骗到他的床上。 本王给你送三天, 三日后, 记得你说的话, 好生伺候本王。 云下来到纳兰府, 秦王妃来这里做什么? 我们纳兰府不欢迎你。 本妃来找纳兰将军, 是有重要的事情与他商量, 事关他的终身幸福。 你要不要展大本妃的话, 请自便。 有什么事情就跟奴婢说吧, 奴婢会展大给小姐的。 秦王妃请留步。 王妃所为何来? 本妃就喜欢纳兰将军这只帅的性格。 好, 本妃也是豪爽的人, 客套话本妃也不说了, 秦王下旨让本妃三日后侍寝, 你可愿意替本妃侍寝秦王。 王妃不愿侍寝? 纳兰妍然显然有些意外, 秦王精彩艳艳, 灌溉满清华, 是每个女人都向往神吃的男神。 唉, 我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啊? 纳兰妍然文言, 整个人都惊住了。 秦王妃难道不知道, 秦王已经爱上她了吗? 君子不多人所爱? 宇碧, 转身离去。 傍晚时分, 云霞回到玉衡院, 将自己投到大床上, 自说自话起来。 下决你这个混蛋, 老梁诅咒你, 你知不知道? 出门被摔死, 喝水被呛死, 猴牛精进而亡, 打仗没有别人使唤。 我去, 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自己这样骂她, 她还不得把她的祖宗十八代给掏出来鞭斥啊? 云霞集中生智, 故意闭上了眼睛, 装作睡觉的样子。 刚才, 她不过是做梦了, 梦里骂人应该最不至死吧。 暗云霞, 滚起来。 秦王伸出手, 开始轻薄她, 她就不幸治不了这个无法无天的丫头。 黄飞, 你刚才诅咒本王, 该当何罪? 相公, 你在说什么呀? 臣妾一直对相公经畏有加, 怎么会诅咒相公呢? 嗯? 相公, 人家就算是有那心, 也没那胆不是吗? 秦王的阴桶射出冰寒之光, 这个丫头心里果然憎恨着她呢。 一瞬间, 明媚的心情被阴霾笼罩, 背着手扬长而去。 第二天, 秦王被皇上召进宫里了, 回到王府时, 虽然时候不早了, 已经是务事时分, 来到玉衡院, 秦王一眼望着躺在床上, 睡得酣畅淋漓的小女子, 坐在床头静静地望着云霞出神。 也不知过了有多久, 秦王也觉得睡意习人, 索性合一躺在她的旁边, 见她依旧没醒, 干脆侧身抱着她, 这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觉, 两个人都睡得十分安稳, 当云霞苏醒的时候, 看到面前这张脸庞时, 好久都会破魂来。 啊! 醒了? 吓到你了? 嗯, 不是的, 一时惊慌才失声惊呼了一声。 今日是花招节, 本王带你去逛街, 收喝。 云霞很是开心。 好! 立刻爬起来, 这还是他穿越后第一次参加花招节的活动, 兴奋异于体表。 今天臣妾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绝对不给相公丢脸。 他喜欢她, 也并不是喜欢她的容颜, 他喜欢她的不畏强权。 为达目的, 可以将皇上玩弄于鼓掌之间。 她的胆识, 魄力, 还有爱憎分明的性格, 才是吸引她的主要原因。 几个人回到王府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云霞匆匆忙忙回到玉衡院。 当他看到那抹秀丽的身影时, 我输了口气。 你来了? 害时, 我会把王爷引过来。 阿兰将军便藏在后面的浴桶里, 顺便洗个澡也不错。 旁边放着玫瑰花瓣, 你自便吧。 下雪哥哥宿有旧疾, 不能饮酒过度。 若你们要饮酒, 你把这个, 放在他的酒盏里, 可以保护他的胃, 不受酒精轻视。 云霞接过来后, 又离去了。 云霞出了玉衡院, 静自来到了莲池旁的八角亭。 王妃, 本王从不等人。 王妃你是第一个 让本王等的人。 相公, 臣妾知错了, 臣妾千甘为敬。 然后端起酒盏, 一饮而尽。 云霞又将秦王的酒盏拿过来, 替他挣满了酒。 这个过程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 给他下了药。 秦王好拯以下地望着他, 丹青的酒盏, 一饮而尽。 一杯酒下肚, 秦王便觉得自己浑身燥热起来, 不禁眼底起疑。 这酒莫不是放着什么 不该放的东西。 云霞作贼心虚, 紧张得全身出汗。 看到秦王望着自己的眼神, 带着质疑的审视。 就好像他识破了自己的阴谋一般。 一个劲儿的识汗, 说道, 哎呀, 好热啊, 相公, 这酒里加了枸杞了, 喝多了一上火, 臣妾不能再喝了。 只是很快, 秦王发现, 自己想要占有眼前这个女人的欲望, 越来越强烈。 或许是她喝醉了酒, 憨太可居, 让自己无法自拔。 秦王忽然站起来, 抱着云霞, 便朝玉衡院的方向走去。 秦王抱着云霞, 静止闯入内室, 将云霞放到床上, 毫不设防地, 便俯身亲吻着云霞。 风吹进来, 将蜡烛熄灭了。 相公, 臣妾先洗个热水澡, 再来伺候你。 本王已经等不及了, 你要快点。 他觉得好生奇怪, 为什么他抱着云霞时, 他的身体会有些不受控制? 他疯了似的想要它, 这样的感觉, 强烈到他的理智几乎为零。 云霞下床, 捏手捏脚地来到了维曼后, 然后就是跳入浴桶的声音。 很快, 女人从浴桶里走出来了。 他静止向床走去, 拉开被褥的一角, 躺在男人的身边。 男人立刻压了上来。 这个女人总算是学乖了。 既然他如此配合, 那自己当然得好好躺他。 粗鲁和张狂 刻意变得温柔起来, 尽量克制着自己魂魄里 胶织燃烧的火焰。 他找到他的唇, 浮身轻吻。 而他, 极力地配合着他。 脸偶一般的双手, 圈过他的脖子。 樱香小蛇, 与他浅犬纠缠。 只是, 男人的俊脸, 却在黑夜里慢慢龟裂。 倘若这是他第一次这样亲近他, 或许他发现不了任何异常。 可是这是他们的第二次, 他身上的味道还十分熟悉。 那是属于少女的, 像樱花一般烂漫, 却带着羞涩的味道。 此刻与他缠绵的女人, 却是截然不同的味道。 欲扬还意。 你是谁? 夏绝哥哥。 怎么是你? 这毒, 谁吓的? 是小妹给王妃的。 秦王碰上了安云夏, 自己是如此珍视他, 可是他却用这样的方式, 践踏他的字眼。 秦王的愤怒可想而知了, 身体上的煎熬, 心里的冲天愤怒, 如同巨大的负荷, 压在他紧绷的弦上。 他的心忽然脚痛起来, 一口鲜泻吐出来, 夏绝哥哥, 外面的元宝就冲了进来。 爷, 发出什么事了? 爷, 爷, 你怎么了? 去, 把安云夏那个贱人给本王抓来。 爷, 王妃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命, 当务之急, 是请庄先生来为您看病啊。 去! 是是是, 小的这就让人把王妃找来。 元宝立刻叫来安卫, 传达了王爷的旨意, 安卫们立刻倾巢出动, 搜寻云夏的下路。 秦王就像是一夜之间, 被风及宇宙, 伺虐而倒塌的大树, 轻刻间失去了所有生机, 双瞳涣散地躺在床上, 心意难平, 位底的脚疼, 被心口的脚痛, 彻底淹没。 纳兰娇卷,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秦王妃, 她不想事情, 便要求我来替了她, 当时惊雷劈过秦王的头顶, 一颗骄傲的心, 仿佛被她捏碎。 纳兰娇卷, 王妃胡闹, 难道你还跟着她一起胡闹吗? 你不是不知道爷, 抗着她要王妃事情, 必然是因为爷有心和王妃好好过日子, 你们这么一闹, 把爷一颗心践踏的千疮百口, 你们…… 对不起, 夏绝哥哥, 小妹我实在抗拒不了这样的诱惑, 你迟迟地等着王妃事情,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她拒绝你, 你便如此痛苦, 可你知道, 小妹等这一刻, 可是等了二十年, 你拒绝了小妹, 小妹心里的苦, 你可曾明白。 纳兰嫣然哭着跑开了, 玉衡院的门口, 侍卫压解着芸夏走进来, 芸夏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那时, 当芸夏看到握倒在床的男人, 双目紧闭, 眉头皱紧, 似隐忍着巨大的疼痛, 芸夏的心, 瞬间沉到谷底, 啊, 相公! 她跌跌撞撞地飞奔到她面前, 筒子里受到的惊吓, 盛装在一双澄澈的琉璃美眸里, 让她看起来似如此的无辜, 秦王想举起手, 可是她浑身瘫软如泥, 她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就像她那颗千疮百孔的西密般, 在站立着。 她很想一巴掌, 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扇过去, 她更想指着她的鼻子, 歇斯底里地咆哮一顿, 可是当她那双西白冰凉的柔衣握着她的大手时, 她竟然发现, 自己顾若金汤的辛劳立刻崩塌, 她只要对自己好那么一点点, 她就溃不成军。 她堂堂战胜王爷, 等情绝爱, 如今却栽在这么一个不识食物的丫头手上。 云夏握着秦王的手, 她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一番好心成全她和纳兰燕燃然, 怎么到头来她却生病了, 还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秦王的手, 从云夏手里挣脱出来。 小王妃, 关进金币室里。 懒人! 小王妃关进金币室里! 没多久, 庄先生来了, 为秦王做了详细的检查。 一番望闻闻切后, 庄先生的脸色十分凝重。 王爷究极未处, 有天心急啊, 可有解决的办法? 就算有, 这病去如抽丝, 恐怕也得一年半彩啊。 新皇已经着手捡出秦王的旧步, 就怕走路了风声, 皇上会得王爷下手啊。 本王一生不尽女色, 这唯一一次动静, 却差点冥丧荒劝。 看来, 本王就该做个冷清去爱的人才是。 命中注定, 本王该孤独充老的。 说是来了, 便如实已告, 本王无心帝王之位, 说他依然容不下本王, 本王要么死了痛快, 要么一步登天, 圆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庄先生显然是不赞成秦王的指示的, 所以他自作主张地说道, 元宝, 传令下去, 密切监视纳兰教径和秦王妃, 不能让王爷的事情泄露半点风声出去。 去吧, 听庄先生的便是。 韩芝来到禁闭室, 监管侍卫禁止他入内。 没有王爷的命令, 属下不敢放你进去。 大哥, 你醒醒好, 我就跟王妃说几句话。 云夏在里面听到韩芝的声音, 忽然就激动地拍打着大门。 韩芝! 王妃! 韩芝, 你听着, 本妃被王爷关了禁闭室, 本妃不冤, 可是本妃私来想去, 总有一些想不通透的地方。 你替我问问爷, 本妃有成人之美之心, 让他和纳兰将军成了好事, 他愿我作甚。 本妃给他喝的, 是纳兰将军给本妃的护卫药粉, 怎么就让他病得那么重? 难道这药粉有问题? 可纳兰将军又怎么舍得害他的情郎呢? 韩芝一一记在心里, 王妃, 罗逼都记下了, 王妃放心, 罗逼找着机会, 一定向王爷澄清王妃的冤情。 韩芝姑娘, 王爷的脾气你是了解的, 属下劝你赶紧离开, 若是王爷知道你来过此地, 你不但帮不了王妃, 恐怕还会给他添麻烦。 是是是, 罗逼这就离去。 庄先生担心的事, 到底还是来了。 就在这日, 皇上停在秦王府。 皇上驾到! 管家火急火燎地, 赶到鸣雪殿通报消息。 元宝得知信息后, 整个人惊慌失措。 皇上就在门口,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爷倒下, 他不能倒下。 元宝在心里为自己打气, 秦王府的口风一向很严, 皇上来秦王府的目的 还不是十分明确, 元宝不能自乱阵脚, 就算爷几日未上朝, 皇上怀疑到了什么, 那也只能是怀疑。 元宝走到王府的大门口, 不知皇上大驾光临, 微臣有失远迎, 还请皇上受罪。 朕要见的是皇叔, 不是你这个四品的小官。 皇上, 实在不巧, 爷正在闭关修炼, 不能打扰。 皇上坚定了, 秦王皇叔身体抱恙的想法。 皇叔几日不来上朝, 而且他派人监视着秦王府, 这几天, 秦王皇叔没有出门, 秦王府的下人, 轮流去药房抓药。 传言中, 秦王皇叔身中歧毒, 多年后将会复发, 几件事情一联系起来, 皇上不难得出结论, 皇叔病重。 太后说, 皇叔锋芒太甚, 留着他始终是祸害, 而且他也不喜欢 秦王皇叔的摄政王身份, 而他身为皇上却不能为所欲为, 所以他的想法和太后不谋而合。 如果秦王真的抱恙, 那么这次是剪除他的最佳时期。 爷, 你醒了? 元宝闻言, 立刻飞奔上前。 爷,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小的差点被你吓死了。 这几日, 本王未上朝, 未出门, 秦王府的下人轮流乔装着去药房抓药, 想必皇上对本王起了疑心, 帝王的疑心是最重的。 爷, 你放心养病吧, 王府有庄先生在, 皇上所有的试探都是徒劳无功的。 说是论谋略, 庄先生当然至高一筹, 可是明枪已夺案件难防, 庄先生毕竟不会武功。 元宝, 今日增派人手, 加强王府的防备, 必要时刻, 启动修罗殿。 元宝的心情十分凝重起来, 王爷的直觉一向敏锐, 他既然都下令让他启动修罗殿组织了, 那么就意味着, 皇上会用什么样的兵力, 什么样的决心对付秦王府。 元宝不敢懈怠丝毫, 立刻去摆兵不振去了, 让禁闭室里的云下猝不及防地染上了风寒, 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伤寒感冒, 昏迷不醒。 如果秦王府平静一点, 或许送饭的人就会及时发现王妃的不适。 偏偏, 王府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袭击, 有备而来的精锐刺客们, 忽然从四面八方涌入秦王府, 见人就杀。 好在元宝近于排兵不振, 王府的侍卫都是酒精沙场的老手, 令威不乱, 竟最大力量钳制着这些刺客。 哼, 皇上, 你真是太心急了, 于一位丰满面向过河拆桥。 夏宇, 你让本王对皇家最后这点念想都破灭了。 元, 皇上不忍, 一小的看, 我们何不将去就去。 就让本王来结束这大厦宫内, 永无止境地算计吧。 他今夜定是激动得无法安睡的, 他得等着这群死士带给他好消息。 元宝, 传令下去, 格杀勿论。 三进时分, 你伪装成刺客身份, 进攻向皇上汇报好消息。 记住, 亲眼看到他死亡以后, 你再次逃出来。 诺。 皇宫, 乾坤殿。 是成了。 嗯。 皇上, 成了, 成了。 你是说, 我们的人刺杀成功了? 快快快, 宣贞的大功臣进来。 小贞子屁颠屁颠跑出去, 将元宝迎进了乾坤宫。 这个, 真是真的秦王皇叔? 皇叔啊, 你可死得真惨。 你可不要怪皇侄啊, 要怪就怪你锋芒太甚, 吓得侄儿每晚都睡不着觉啊。 皇上一边说, 一边朝元宝走过来。 当他看到那个熟悉的人头, 皇上惊得刚要打呼救命时, 元宝却说时迟内失快, 拉出锐利的匕首, 划获皇上的咽喉, 皇上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元宝一个灵波微步, 匕首用同样的方式, 结束了小贞子的性命。 元宝匆匆离去。 新君未立, 皇上便不能入土为安。 太后召集文武大臣, 眼前一世。 太后, 老臣愿意立秦王为新君。 像当初秦王年少时, 田总才情, 先皇也有心树立他为太子。 若不是秦王去了边疆立功, 不是身受其毒瘫痪在床, 这皇位本就是他的。 太后, 臣反对立摄政王为新君。 摄政王乃先皇帝, 如今的皇上是先皇的嫡子。 皇上驾崩, 理应从皇上的儿子门中, 宣立新君啊。 支持拥护秦王的人越来越多, 大殿上除了七皇子一党 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以外, 其他人几乎全部站队秦王。 各位, 秦皇叔几日不曾上场, 根本无心朝政。 各位如此看得起皇叔, 那也得问问秦皇叔的意思吧。 秦王, 哀家恨不得喝他的血, 拔他的皮。 可是就事论事, 皇上若不是主动招惹他, 他未必真会对皇上动手。 是我们, 忌惮他的存在, 千方百计地想要减出他对我们的威胁, 却偏偏忌不如人。 却不能怨他太狠, 太毒, 因为他若是不狠, 不毒, 今日死的人便是他了。 恨归恨, 恨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爱是新军的最佳人选。 所以爱家决定了, 将大厦的地位, 归还给他。 传秦王上殿。 秦王府, 丙雪殿。 爷, 秦鸾殿上, 五五百官们心目中最合适的君王人选可是您了。 您难道不去秦鸾殿走一趟? 这皇位你是逃不掉了, 躲避也不是办法。 爷, 走吧。 那走吧。 当秦王出现在秦鸾殿前, 秦王上殿。 秦王枝兰玉树般眷美的身躯, 出现在秦鸾殿上时, 的文武百官一起扑附在地上。 大殿上响起如雷贯耳的参拜星君的声音。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秦王凝在原地, 又一瞬间的失神。 可望着那高高在上的龙椅, 不知为何, 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王妃安云下的脸庞。 他向往的桃园生活。 深宫大怨, 他应该不喜欢, 不习惯吧。 不过很快, 秦王眼里就略过一抹痛色。 不论是深宫大怨, 还是世外桃园, 他都不会留在自己身边。 因为他心里是如此地憎恶自己, 他讨厌跟自己在一起。 秦王起动脚步, 缓缓地向金鸾殿的宝座走去。 冤宝亲自为主子穿上龙袍, 戴上皇冠。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众亲平身。 当心底那不怒而微, 唇厚的天籁之音响彻金鸾殿上时, 大下国, 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 在英明神武的君王, 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 当臣子们的折子 一个个递上来, 委婉地建议皇上, 国不可一日无君, 后宫不可一日无后。 皇上申赴为皇室 开枝散叶的使命, 理应尽快纳后。 每次看到这样的奏折, 秦王就会将奏折丢到一边, 恼怒不已。 皇上, 大臣们劝劝皇上早日纳后, 这是他们分内的事, 这是良辰所为, 皇上应该高兴才是啊。 从前只有你一个人翻朕, 收尽他们也来翻朕, 你是不是贤朕不够烦啊? 皇上, 这又好烦啊, 皇上是有正欺的人, 扶正便是, 只要皇上下一道圣旨, 这事儿就办了, 写生只太麻烦, 可遇就行。 皇上, 奴才觉得, 皇上可以举办一场规模宏伟的选秀活动, 蒲天之下莫非王土, 蒲天之下的女人, 还不都是…… 朕不耗你色, 说皇上, 后宫一日无主, 那些大臣每天都会烦你的啊? 皇上眼底掠过了一抹慧暗, 他如今不是从前的秦王, 他的事情, 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身为君王, 背后是文武大臣, 是大夏国运, 他可以没有女人, 可是大夏国, 不能没有统领后宫的女主人。 唉, 那就纳兰燕燃吧。 朕那日终归是做了对不住纳兰燕燃的事情, 她好好的一个女儿交, 却出现在朕的床上, 此事传出去后, 她冥界有损, 朕对她颇有亏欠。 再走, 她是母后心目中最佳儿媳的人选, 朕逢她为后, 也算是对母妃有个交代。 纳兰是温婉淑德, 决封为贤德皇后, 暗云下, 既日起打入冷宫, 终生不得踏出冷宫一步。 皇上这是, 你只封后了。 成婚在两日后举行的, 迎接皇后的皇家遗仗, 从宫门口热热闹闹地进来时, 可谓是十里红妆, 极尽奢华。 一时间, 唢呐声, 锣鼓声, 齐整整地响起来。 冷宫里, 昏睡了三天三夜的云下, 就是在这样的热闹喧哗中, 睁开了眼睛。 为什么这么丑啊? 小主, 你终于醒了。 本妃不是被王爷囚在禁闭室了吗? 莫不是因为本妃感染了风寒, 她发了慈悲, 换本妃出来了? 小主, 她丫根就不知道你染了风寒的事。 昔日丫头们都尊称她一声爷, 今日却直呼她。 昔日她们称自己为王妃, 今日换她小主。 这称呼上的变化, 让她预感到自己生病这几天, 硬然发生了大事。 昔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主, 你大病出狱, 好生歇歇, 过些日子, 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云下便往外面跑去, 他们不愿意说, 自己便去亲自看个明白。 娘娘, 您不能出冷宫半步。 什么? 这是冷宫? 云下有些懵, 她不过睡了一觉, 怎么醒了之后, 自己就从禁闭室 转移到大厦的冷宫了? 怎么就从秦王妃 变成了冷宫娘娘了? 好歹是本宫成全了 他们这一桩美好姻缘, 皇上不感谢本宫就算了, 他把本宫关在这 阴森森的冷宫里。 寒之他们原本担心娘娘缩醒后, 会接受不了残酷的打击, 甚至会失落到熏短剑的地步。 万万没有想到, 娘娘对于唾收可得的皇后之位, 丝毫没有惦念的心思。 哎呀, 罢了罢了, 冷宫就冷宫吧, 只要有吃的, 有喝的就成了。 那一天, 云夏因为身子不舒服, 早早就上床睡觉了。 严巴, 朕还有些政务需要处理, 先回乾坤宫。 皇上, 这是你的大许之日啊, 还办什么政务啊? 皇后娘娘在洞房里等着你呢? 皇上, 难道是你身体抱恙, 所以才拒绝原房的吗? 朕的身体怎么样, 你没说? 奴才虽然每天都伺候皇上沐浴刚一, 不过这种事, 只有今生体验过的人才有话语权。 谁都没有话语权。 冷宫里那位娘娘, 曾经说皇上不举, 莫非他体验过? 提到冷宫里的那位娘娘, 皇上的心情莫名地烦躁起来, 那是两种极其矛盾的欲望在体内窜腾。 一种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他, 一种是刻意压抑着自己, 让自己趋于冷静, 对他视而不见的欲望。 韩芝啊, 已经日上三干了, 本宫的早膳怎么还没有送来? 小主, 皇宫是天底下最奢华的地方, 可是冷宫是皇宫里的一个例外。 冷宫里的人是皇上最不待见的主, 若只是三餐刻薄一些, 这都是最大的幸运。 要知道, 一旦进了冷宫, 便再无翻身的机会, 外面那些个挪菜, 便不会教你当主子看。 受尽白眼, 羞辱, 最后含恨而去。 这是冷宫主子的必然命运。 小主, 你就忍着点。 韩芝, 本宫绝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 背囚冷宫, 除了这一亩三分地, 也无所有。 不过, 有土地就是地主, 怎么也饿不死人的。 韩芝, 本宫要开辟这片荒地, 种一些果树农作物, 这样清皇不接的时候, 还能自给自足。 韩芝, 你去取点银子出来, 要求换只侍卫给我们带点进来, 打发他们一些好处。 诺。 袁宝, 随朕散散步吧。 袁宝, 朕登基多久了? 我会为皇上三个月零十天? 一百天了。 还没有见到那个丫头一百天了。 也不知道, 这些日子以来, 她那跳脱的性子被求冷宫是否习惯。 望门头指, 撕张俭, 人死须于带肚根。 听的人仿佛透过她美妙的声音, 眼前又浮现出少女那张带着婴儿肥, 却飞扬跋扈的可爱脸庞, 抬脚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余光偷取着门口微不可涉的男人。 我自横刀向天笑, 笑完我就去睡觉。 然后, 她竟然真的启动小碎步, 跑向里屋睡觉去了。 至于皇上是个什么鬼, 抱歉, 她看不见。 皇上叫到! 云霞想睡觉来搪塞君王, 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她苦大愁深地从里面走出来, 皇上冷眼望着她。 对于她的到来, 自己从她脸上丝毫没有看到一丝丝的惊喜。 这让皇上的心情莫名就郁郁了。 臣妾, 见过皇上。 抬起头来。 她狱卒的皇, 非常后悔此行来到这个地方, 让她自取其辱。 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心, 再次受到暴击。 娘娘, 你应该多学些取悦皇上的本事, 这冷宫正是娘娘反省的好地方啊。 皇上望着云霞那双倔强不甘的眼睛, 就知道她内心深处有多么的抗拒取悦她。 她是宁愿待在冷宫里, 也不会去学伺候她的本事。 皇上忽然就失声痴笑出来, 这笑带着自嘲的意味。 她真是自作多情, 坐见自己到了极点。 宣宝, 我们走。 再多待一刻, 都是煎熬。 皇上去冷宫探访安娘娘的消息, 不进而走。 华清宫的主子得知这个消息后, 忽然就傻掉了一般。 冷宫就知道, 她就算进了冷宫, 皇上的心里还是忘不了她。 阿翠看到主子那张失魂落魄的脸, 心里阵阵脚痛。 主子将全部的爱, 毫无保留地献给皇上。 到头来, 那么多努力, 还是抵不过冷宫那位娘娘的无所作为。 别说主子心寒, 就是他这个外人看在眼里, 也替主子不值。 冷宫的日子, 因为皇上的发难, 而变得更加举步为奸。 小主, 自皇上发难冷宫后, 我们的日子就越发艰难, 如今是三餐合并两餐。 前些日子, 你还能从玉膳房找些吃的回来。 如今皇上发现了你的秘密, 你断断是不能再去了。 玉膳房恐怕已经加强了防备, 你这一去, 就怕给人瓦中捉鳖啊。 这食不饱腹, 衣不必寒, 奴婢真担心, 小主你撑不下去啊。 你放心吧, 他们有张良记, 本宫就有过墙梯, 贴军酒囊饭袋, 捉不住本宫的, 本宫才不会亏待自己的胃呢。 万万不可! 小主, 若说那圈是不是酒囊饭袋, 倒也没复其实, 可是皇上既然怀疑是小主所为, 必然会采取手段对付小主。 小主, 皇上可不是酒难饭袋, 你与他作对, 我一予以卵击石, 飞蛾扑火, 自寻死路啊。 唉, 罢了罢了, 不去就不去。 然而, 月黑风高夜, 趁寒之他们入睡后, 云夏却偷偷起床, 溜了出去。 去冷宫。 元宝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皇上这是怀疑冷宫的人作贼。 恭迎皇上。 冷宫里的丫头们, 一个个神色慌张地从礼物走了出来, 跪了一地。 恭迎皇上! 皇上为理睬奴才, 而是浑身肃穆, 脚步匆匆地向里面走去。 皇上望着床上睡眼惺忪的小人儿, 云夏一脸单纯无邪地望着皇上。 皇上的目光落到被褥上, 他十万火急地赶回来, 没有时间毁尸灭迹, 该不会证据藏在被褥下吧。 他忽然就启动脚步, 向床边走去。 皇上要来, 为何不早点通知臣妾一声? 臣妾还没有做好准备? 皇上的眼底忽然染出汽血的阴塑花, 高挺的鼻子轻轻吸了吸。 也几乎是同时, 云夏的唇毫不客气地堵着他的唇。 他那张秀丽的脸庞彻底堵塞了他的鼻孔, 让他的嗅觉瞬间消失。 皇上, 你终于愿意来看望臣妾了。 皇上闭上一双勾魂射破的眼眸, 认命且无奈。 谁让自己抵抗不了他的美色诱惑呢? 安云夏, 你在玩火啊。 皇上的鼻息, 此刻全是女人特有的金油花香, 浓郁地让他想吐。 朕不喜农香, 记住。 陈妾知道了, 心里却在犯敌妇。 哼, 你以为老娘喜欢Kiss有妇之妇啊? 你嫌弃老娘, 老娘还嫌弃你这个二手货呢? 玉闪房失窃, 朕一路跟着小贼, 却发现他进了冷宫。 你可要当心着点, 此贼不仅偷之朕的玉闪, 还偷朕的其他东西。 你若遇到他, 妾即明哲保身。 与毙, 皇上扬长而去, 当空气里浓郁的金油花香慢慢消散后, 酱香味开始四处飘散。 幸亏他七智, 即使堵住了皇上的狗鼻子, 才没有让他捉脏现场。 只是云夏高兴得太早。 就素材冷宫, 你退下吧。 云夏傻眼了, 大脑一片空白。 当皇上折回床边时, 酱香的味道在四处萦绕。 皇上似笑非笑地凝视着云夏, 云夏满脸张得飞红。 此刻酱肘子都他妈不是事, 最最让他忐忑不安的事。 这个妖孽是不是又让他试寝啊? 这是什么味儿啊? 皇上不是说了吗? 这御膳房的妾贼跑进了冷宫, 总是把胃给窜进来了。 皇上被他的沉着以对, 给彻底惊得无言以对, 自己是无心为难他, 自然由着他胡编乱造, 皇上修长的身子躺在床上后。 告诉朕, 你为何不想事前? 啊, 皇上, 你太霸道了。 好, 何以兼得? 臣妾撒谎, 皇上不乐意, 臣妾实话实说, 皇上定会龙颜大怒。 臣妾面对皇上, 战战兢兢, 唯有精弱寒蝉, 才能不惹皇上生气, 保住自己的小命。 可是皇上却非要臣妾说话。 朕说你无罪。 皇上想知道臣妾为何不愿意试寝, 臣妾可以诚实地告诉皇上。 臣妾是平凡普通的女子, 可皇上是后宫家里的皇上。 臣妾心胸狭隘, 不想与任何女人分享自己的夫君。 可是皇上做不到若水三千, 只取一瓢瘾。 臣妾心情用懒, 不想去争去抢, 只想着守株待兔。 唯有傻兔子撞在臣妾的梳妆旁, 臣妾守着一只傻兔子便可。 这就是你把朕拱手送给皇后的理由。 这不是你求之不得的吗? 暗云夏, 不要妄图揣夺盛兮。 水架! 那个晚上, 云夏刚躺下没多久, 竟然就因为疲惫, 而和尚也沉睡了, 皇上却忽然睁开眼, 望着如婴儿一般无邪的脸庞。 云夏, 你要的一是一双刃, 可知也是朕的心愿。 如果朕愿意为了你, 放弃着大好河山, 与你携手归隐江湖, 你可愿意? 你今日这番话, 表露了你的心机。 你不是不爱朕这个人, 而是不爱朕的身份, 是吗? 皇上发呆, 已经一上午了, 元宝则望着皇上发呆。 唉, 皇上如愿以偿地问顶九五之尊, 又成功地抱得美人归, 人生可谓没有汉事, 为何还会栩栩叹气啊? 朕得欲搬直丢了。 啊, 奴在这就去找? 昨夜, 朕塑在冷宫, 想必是落在安娘那儿了。 元宝回过神来, 皇上故意为之,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哦, 皇上, 奴才立刻就安娘那儿娶回来? 朕自己去。 元宝, 你当了解朕, 朕这一生, 不论是八年江场生涯, 还是登上这众人仰慕的宝座, 都不是朕的本性。 朕不过是身在皇室, 必须担起下姓一族的使命和责任。 而朕, 唯一想要的, 今日不妨告诉你, 只有一个人, 那便是冷宫的安娘娘。 元宝在这一刻, 彻底明白了主子的心意。 既然皇上心里装着安娘娘, 那奴才便陪皇上去冷宫探望安娘娘吧。 可是就在皇上抬脚, 准备踏上去冷宫的青石板石。 皇上, 臣妾见过皇上。 皇上, 你看这是什么? 朕的玉班子, 怎么会在皇后这里? 这是冷宫的安娘娘委托宫人送过来的。 本宫见这是皇上的心爱之物, 便刻不容缓地给皇上送过来了。 不曾想, 在半路上遇到了皇上, 元宝偷驱着脸色漆黑的皇上, 心里暗暗谴责, 冷宫的那位娘娘实在不解风情。 皇上将玉班子留给她, 这可是天大的福分。 她竟然将玉班子给送了出来, 还送到了自己情敌的手上。 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皇上, 还去冷宫吗? 冷宫安云下如此不解风情, 轻见她的良苦用心。 她若是舔着脸去看望她, 岂不是显得自己多没出息? 不去了, 以后都不去了。 奴才记得, 老皇妃曾经说过一句话, 女人一旦失去了身子, 她的心便会跟着失去。 当年老皇妃, 便是这样爱上得名皇帝的。 皇上喜欢安娘娘, 不如直接照她侍浅, 侍浅次数多了, 安娘娘的心, 或许就沦下了。 朕的母妃, 原本是有青梅竹马心上之人的。 可是为了挽救颓败的家族, 才会舍弃心中所爱, 来到父皇身边。 母妃是天下最美的女子, 父皇见色起义, 自然一眼就相中了母妃。 母妃生性温软柔弱, 父皇照她侍浅, 尽管她心里有千百个不愿意, 可还是依了父皇。 后来, 她便为了得到父皇, 而开始了与其他女人争斗的生活。 所以, 老皇妃后来是真的爱上了德明相皇。 皇上, 你可效仿你的父皇, 包括让安娘娘对你死心塌地。 这样行吗? 以奴才之间, 这个办法肯定行。 好。 云夏得知自己今晚要去乾坤宫侍寝时。 什么? 又要事情? 娘娘, 时候不早了, 请尽早汤玉, 不能耽误了事情的粮食。 知道了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脑子里却琢磨着, 如何才能逃过这次事情? 小主啊, 府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他是高高在上的王。 这世上大凡是他想要的, 不管是领地还是女人, 没有他得不到的。 小主若是一心想着逃离皇上, 奴婢就担心小主, 煞费苦心经营的是净花水月一场。 与其斗得伤痕累累, 倒不如一开始便从了他。 韩芝说的这番话, 本一是为他好。 试问, 世上哪个平凡的女人, 能够抗争得过高高在上的王? 可是云夏不是普通寻常的女子, 她的人生不想被治骨, 所以她必须抗争。 韩芝, 人生苦短, 本宫的命运为什么要被她摆布? 她要本宫侍寝, 可曾问过本宫的心? 她这么霸道, 这么不懂得尊重本宫, 你觉得本宫顺从了她后, 就能够得到幸福吗? 除了幸福以外, 小主可以得到一切荣华富贵。 可是本宫不在乎荣华富贵。 本宫绝不侍寝, 这丫头想必不会屈服于她的安排。 皇上望着袁宝, 袁宝, 立刻加派大内侍卫, 将冷宫团团围住, 朕要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袁宝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皇上不过是要冷宫娘娘事情罢了, 兴师动众, 搞得就像是要去打仗似的, 至于吗? 诺 不好了! 小主, 外面来了好多大内侍卫, 他们将冷宫给包围起来了, 而且, 他们一个个都是亲共绝顶的人。 云夏穿上成裙后, 又被寒枝按在铜镜前梳妆打扮了一番。 安娘娘, 时辰到了, 该出发了。 云夏示意寒枝先出去拖延一下德公公, 而他自己则马里取出了一把精致小巧的左轮手枪, 眨眼的速度将枪支插在了靴子里。 知道怎么事情吗? 云夏想了想, 点点头。 皇上, 没有人教导臣妾应该怎么事情, 臣妾若是有伺候不周的地方, 还请皇上大人大量, 不要怪罪臣妾。 宫里的娘娘巴不得是琴, 总会事先向有经验者讨教事情的经验。 想必奴才们以为你会了, 懈怠疏忽, 忘记教导于你。 罢了。 云夏, 朕照你事情, 你可开心。 嗯, 开心。 他忽然凑近他的脸, 云夏的双手立刻伸出来, 刚要有所动作时, 却被他钳子一般的大手给禁锢得死死的。 他闭上眼睛, 忘情地亲吻着他。 云夏想死的心都有了, 努力地挣了挣, 发现他与自己的力量此消彼长, 不多不少, 刚刚够克制他。 云夏欲足地慌, 这个妖孽分明对他早有防备, 看来今天自己和他真的有一场殊死较量, 否则他清白不保啊。 云夏你听着, 朕的女人就只能永远地陪在朕的身边, 供朕消遣, 不死不休。 皇上, 臣妾是人, 不是供你消遣的玩物。 玩物, 是没有尊严, 没有人格形同玩偶, 而人的尊严, 却是不能被任何人践踏的。 那么, 你想让朕怎么做, 你才觉得自己有尊严。 放开我的手, 你下来, 我上去。 双手捧着皇上那张脸庞, 俯身亲吻起来。 就在引诱男人情迷意乱的时候, 云夏悄无声息地撤了一只手, 从靴子里摸出了自己心爱的左轮手枪, 然后, 他的枪口抵在了皇上的心口上。 安云夏,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皇上, 臣妾这也是没办法, 臣妾不侍寝, 是抗旨不尊, 事情又违背了本心, 除了这条路, 臣妾别无选择。 所以你就选择了抗旨不尊, 拒绝事情, 顺带谋杀皇上的恕罪并罚的死路。 横属都是死, 何不让自己消消恨呢? 安云夏, 真是你的夫君, 是皇上, 让你侍寝是天经地义。 皇上, 你在臣妾背后射那一件事, 可曾念过夫妻情犯。 云夏, 收手吧, 朕就到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冲撞朕的事, 朕可以既往不咎。 怕了吧? 安云夏,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老十字玩意儿杀不死朕, 你该如何自处? 皇上伸出手, 试图夺了云夏的手枪。 这个动作太突然, 云夏本就扣动扳机, 松手, 便听到砰的一声。 皇上的筒子无限放大, 他竟然真的对他开枪了, 将自己对他最后一点美好的留恋, 彻底撕碎。 本以为这一枪, 会结束这个灯图浪子的性命, 让云夏惊愕地望着他的心口, 却惊异地看到, 子弹在他的心口外徘徊, 他的身体内, 凝出一道强大无敌的真气, 抵住了子弹穿透他的身子。 云夏傻眼了, 让云夏更为震惊的是, 那真气如蛟龙出动, 忽然从他的心口处飞了出来, 蜿蜒在空中。 而那颗子弹失去了力量的支持, 软绵绵地落到皇上的手心上, 这时候他总算看清楚了, 那是一条巨蟒, 犹如他的主人那般, 嚣张跋扈, 绢狂飞扬, 在空中滞留了一瞬后, 又净数飞进了主人的身体里。 云夏惶恐地望着皇上, 想到自己刚才不留余地的拼命作死的行为, 此刻真想咬蛇自尽。 安云夏, 朕佩服你的胆识, 不过, 你高估你自己在朕心目中的位置了, 朕喜欢你, 可以让你一步登天, 朕若收回对你的心思, 你便卑微如蝼蚁。 说完, 他用力一推, 云夏往后裂前, 皇上站起来, 云夏望着他的后背, 眼底漫出一抹试杀的寒气, 然后一个空翻, 双腿立刻无情地扫向男人的胯部。 安云夏, 是你逼朕的! 两个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小小年纪却又如此身手, 既然不能为朕所用, 看来朕留你不得! 皇上忽然伸出手, 运出一条巨蟒真气。 巨蟒的攻击速度太快, 云夏躲过了他的血喷大口, 却没有躲过他缠绕过来的尾巴。 云夏被巨蟒紧缠绕, 脱身不得。 抓刺客! 敬卫军立刻蜂拥而至, 将云夏团团围住。 将安娘娘押入大牢, 三日后, 武门斩首示众! 你怎么来了? 这是陈姨娘亲自给你做的, 爹爹说, 大姐你对我们安抚有栽造之恩, 大姐如今落难了,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这几天爹爹就跟疯了似的, 到处求人, 那些旧日的同僚, 见到爹爹就跟躲瘟疫似的, 躲都躲不及。 大姐, 爹爹请你我, 你别怪我们, 我们救不了你。 云罗, 大姐不怪你们, 你回去告诉爹爹, 让她保重身体, 不要再为了我去求那些小人。 看到你们如此关心我, 我就算死, 也无憾了。 大姐, 以前小妹不懂事, 总是欺负你, 希望你不要接怀。 怎么会呢, 你是我的妹妹, 你不好, 便是我教导无方。 云罗捂着脸跑了出去, 他太伤心太难过, 掩饰不了自己的情绪。 桂花糕里藏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吃了桂花糕会假死三天。 云下将纸条放进嘴巴里, 咀嚼了半天后吞了下去。 此人有心救他, 又不愿意泄露身份, 他当然得为他隐瞒。 云下暗暗琢磨着此人的心思, 他若假死, 明日五门斩首时, 便会引起皇上的猜忌。 为了取消皇上的顾虑, 他起码应该找个替死鬼才行。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 忽然, 牢狱压着一个女球走了过来, 云下下意识地瞥了一眼 那个女球的颜容。 她的身高, 胖瘦, 就连头发的长度 都和她如出一辙。 这让云下立刻顿悟, 只怕这个女人 便是为她而来。 你, 进去, 想跟她一个牢房待着。 犯了什么罪? 我杀了人了。 杀了谁? 我上官。 他不是人, 是青少。 他为何欺负你? 他变态, 东方花竹也想要占有我, 我不从他便想方设法地虐待我, 本想一死了之, 可是老天连让我死的机会都没有。 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 云下对这姑娘 立刻产生了莫大的好感。 告诉我, 她叫慎心慎。 兰兰提, 是当今的皇后娘娘的叔伯, 原来是她。 你且不管我能不能出去, 你的仇, 我替你记下了。 我生平最讨厌这种欺男霸女的臭男人。 你真是热心肠的好姑娘, 只可惜, 你我都要命赴黄泉了。 你对我这么好, 我就算是死了, 在黄泉路上也会好好陪着你的。 谁要你在黄泉路上陪我了? 你若真有心啊, 待我救你出了这天牢, 日后便陪着我, 给我解解闷。 好。 晚上, 牢狱们实在无聊, 竟然开始喝酒。 桂花糕的几个都是有毒的, 不能给这个无辜的姑娘吃。 云霞将桂花糕递出去, 献殷勤地说道, 牢狱大哥, 你过来, 我这里有桂花糕, 给你们下酒吃。 牢狱走过来, 端起桂花糕便坐回去。 云霞还在边上碎碎念, 故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大哥, 桂花糕好吃吗? 这个是我娘亲亲手给我做的, 你们也知道, 我本来是皇上的正妻, 虽然没有做成皇后, 可是依然是吃香的喝辣的, 能入得了我的口的食物, 那可是能够和御膳房里的美食媲美的。 谁不知道你是冷宫气妃啊, 怎么可能吃到皇上的御膳, 你就吹吧。 你看看我, 帝都最有名的草包, 可是逆袭做了秦王妃, 还做了安娘娘。 如果不是皇宫太闷, 皇帝太老, 我也许会考虑做皇后的, 想不想学学我的生殖计啊。 劳族听完, 全部翻了一个白眼, 晕死过去了。 云霞利用发丝, 将牢门的铜锁几乎是秒开, 然后将晕倒的劳族拉到牢房里面, 扒了他们的衣裳, 替自己换上。 那姑娘也是个聪明人, 学着云霞的模样, 快速地换了衣裳, 跟我来。 云霞装作劳族的模样, 大摇大摆地向牢房门口走去。 你们两个, 都在里面看着这些犯人, 跑出来做什么。 大人, 小人今晚不知吃了什么东西, 肚子实在疼得厉害, 想出去方便一下。 兄弟, 你没同情心啊, 平日老子是怎么照顾你的, 好吃的好喝的都拉着你。 今晚老子拉得都快走不动了, 让你搀扶一下老子, 你怎么就那么不情不愿, 回头老子跟你绝交。 这还差不多, 老子如果不是拉得屎太臭, 大妈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方便, 就怕熏着拧了, 知道不? 刑部的人见他说话粗俗不堪, 又怕他一个不小心, 将屎拉在裤裆里, 挥挥手赶紧撵他们走。 快去快回。 他奶奶的, 你磨蹭什么呀? 哎呀, 老子受不了了, 快, 快, 快拉到裤裆了, 快。 然后就拉着姑娘跑了起来, 那姑娘对云下的伪装技术和胆识, 佩服得五体投地, 虽然他全身是伤, 忍着剧痛和云下一起狂奔起来。 快, 抓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此刻天色已黑, 云下一路上躲躲藏藏着, 直奔乱葬缸, 然后在那里, 找到两个刚死不久的女人, 换了他们的衣裳, 削了他们的脑袋, 将他们丢到大路上。 而自己和那名姑娘, 则躺在乱葬缸挺适了一晚上。 直到追兵路过乱葬缸, 没有发现他们, 却将那两个女人的尸体 给带了回去, 云下才坐了起来。 我跟你一样, 因为不满被工厂里的男人欺负, 才被投入大狱的。 你我同事天涯沦落人, 从今以后, 姐妹相称吧。 我原来的名字定然不能用了, 不如你叫我…… 叫我明夜吧。 明夜姐姐。 我原叫清风, 这名字也是不能用的。 我从前虽然不信, 可是现在却十分幸运地 遇到姐姐, 姐姐就好像我的月亮, 照亮我在黑夜中前行。 从此以后, 我便叫清月吧。 安娘娘就要被斩首了, 皇上虽然嘴上说着 绝不姑息养间的狠话, 可是他却一大早 就在这乾坤宫里 来来回回地踱步。 元宝忧心重重地望着皇上, 就怕皇上一意孤行, 斩了安娘娘后, 日后却要在漫漫时间里 尝尽后悔的苦果。 皇上, 杀人不过头点地, 可是, 若是安娘娘真的被斩首示众了, 从此便与皇上阴阳相隔, 这世上, 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像安娘娘那样 为皇上分忧解牢, 也能让皇上冲冠一怒了, 幸福皇上收回成命, 对安娘娘从轻发落啊。 元宝说得是, 云霞却是他一个人的太阳, 如果他的太阳消失了, 那么他将永远堕入黑暗, 那是一种备受煎熬, 生不如死的生活。 元宝, 传证口约, 舍安娘娘死罪。 元宝立刻爬了起来, 几乎是刻不容缓地就往外跑。 奴才遵旨, 皇上, 皇上, 奴才马不停地赶到屋门口, 可还是迟了一步啊。 皇上虽然曾经的几天, 他都不停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失去他会难过会落寞, 可是等到真正失去的时候, 他才知道那根本不是难过落寞, 就能形容的, 忽然就贪软地跌坐在地上。 元宝, 将他风光大葬, 失忠就不比了, 郑忠就舍不得这样对他。 巫师未盗, 他们却斩了朕最心爱的女人, 这口恶气朕咽不下。 元宝, 传令下去, 将那些玩忽直说的相关官员全部处死。 诺。 当元宝带着圣旨来为安娘娘收尸时, 却被告知安抚的人将安娘娘的尸体带走了。 罢了, 罢了, 朕放手吧。 云霞, 你喜欢青山绿水, 世外桃源的生活, 朕便成全你。 朕便成全你。 元宝, 将安娘娘墓地周围一百里的土地买下来, 朕为她建造一座皇家陵园。 小的这就去办。 于是, 安云夏就这样被死亡了。 一年后, 明夜出计谋, 为帝都第一镖局, 寻回被土匪抢走的天运珠。 一时间, 盛名鹤起, 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姐姐, 我这辈子可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银子, 你真是太厉害了。 姐姐, 给你。 你包管着, 想吃什么想穿什么, 你可别亏待了自己。 剩下的包管好, 等我们赚够了银子, 就离开帝都这个是非地。 姐姐, 妹妹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银子。 妹妹本来已经很知足了, 你却还要将他们交给妹妹保管, 还让我随便用银子。 姐姐对妹妹, 比亲爹亲娘对我还要好一千倍。 娘妹妹如何报答你的答案大得。 傻丫头, 就这么点银子, 就让你哭成这样。 这天晚上, 你怎么来了? 小夫, 原来你没死, 你没死。 放开我。 明晏看到这一幕顿时火猫三丈。 流氓, 去死! 姐姐, 别打他, 他不是坏人。 姐姐, 你误会了, 明晏哥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 从小就对我特别好。 只因我被那恶霸霸仗以后, 此知自己配不上他, 别狠心踢出分手。 明晏哥这才会失去理智对我动手动脚, 他平时不是这样欺负的人。 明晏哥, 你放弃我吧, 我已经配不上你了, 因为我, 我已经被别的男人糟弹了。 我要去杀了他! 是纳兰提! 晴月, 我是一名杀手, 从小到大, 师父都教导我们, 不能对任何人动情。 因为杀手如果有了感情, 心里就有了柔软的地方, 会成为敌人攻击我们的致命缺点。 我一直遵守着师父的教导, 让自己的心变得很冷。 尽管外面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可是我的心里永远住着冬天。 这样的我, 活得很随性, 很洒脱, 因为无牵无挂, 也无忧无虑。 姐姐, 妹妹会像你一样, 碰下所有感情, 做一个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的人。 姐姐, 我们离开地图好不好? 看着他那招那么稚嫩, 却沧桑无比的脸, 冰夜点点头。 只是离开前, 冰夜是无论如何, 也要带走安抚的人。 夜点如今对他十分疼爱, 冰夜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应该为安抚的扶尘命运做打算。 天一亮, 冰夜便带着清月, 敲开了安抚的门。 姑娘有礼了。 啊, 进来说话, 你是…… 云烧, 谁来了? 父亲, 外面来了一位公子。 这位公子长得, 和大家有几分相似。 快, 请他进来。 女儿云霞, 见过爹爹。 你还活着, 爹爹就知道你一定还活着。 爹爹, 女儿这次回来, 是想带你们离开帝都的。 云霞, 你祖父临终前, 拉着爹爹的手, 吃求了爹爹一件事。 他知道爹爹自治平庸, 为愿爹爹守住将军府的荣耀, 不求节节盼上。 可是爹爹连他这个微薄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爹爹对不起安抚的列位祖宗。 书记, 怎么还能为了一己安逸的生活当起了逃兵啊? 爹不走, 爹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地都。 云霞, 姨娘不能走, 当你女亲娘走的时候, 说她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你爹的大恩大德。 还说我们主仆一成, 让我带她偿还这天大的恩情。 姨娘既然允诺了你亲娘, 就得信守承诺。 爹爹不走, 娘亲便不会走。 长烟道, 父母再不远游。 大姐, 叔妹妹不能跟你一起走了。 爹爹, 你不需要赶上, 虽然荣耀的将军府邸不在了, 可是寒门里的安抚, 父子女校, 谦让恭敬, 一家和气。 女儿相信,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安抚定然还有辉煌的一天。 你们不走, 我便也不走了。 只是, 我不能以安云夏的身份继续生活在安抚。 我如今改头换姓, 叫明夜。 爹娘和妹妹若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来找我。 两个人走到集市上。 清月, 姐姐不能离开帝都了。 若是你想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姐姐送你一件西式宝物, 保你后半辈子一时无忧。 姐姐舍不得家人, 那便留下来陪你。 在妹妹心中, 姐姐就是我唯一的家人了。 姐姐在哪儿, 妹妹便跟到哪儿。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忽然背后响起了一阵马蹄声。 让开让开, 马车里坐着的可是当今皇后的叔父纳兰大人。 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挡到了, 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清月身子一僵, 明夜将清月拉到边上。 原来是纳兰大人, 难怪奴才这么嚣张, 狗障人士。 谁家的狗在叫? 狗在问谁呢? 问你。 纳兰亭刚出口, 便警觉自己被这个少年给套路了。 生财给我拿下。 你敢! 纳兰亭的目光落到一直背对她的清月身上。 这丫头的背影, 见着眼熟。 明夜怒气横生, 忽然抓起生财的跑百, 往地上大力一扯。 生财狼狈地滚落到地上。 明夜一只脚踩在她的胸脯上, 又使劲地在她胸脯上踩了踩。 直到她肋骨断了几根, 确定她不能站起来追他们。 转身拉起清月便走。 快, 转住他们! 姐姐, 他们追上来了, 你快逃吧, 我来引开他们。 你没有武功, 又与纳兰亭是死对的。 你若是落在他们手上, 必然生不如死。 你把我箱子先回去, 我来对付他们, 顺便替你教训一下这个无耻之徒。 不可以, 姐姐, 你的身份不移在外面露面太久, 若是不小心惊动了官兵, 姐姐被人认出来的怎么办? 就在两个人纠结游移的时候, 忽然, 因为少年, 身柴鞭炮向纳兰亭的马车冲过去。 赵铭城? 纳兰亭, 我跟你拼了! 鞭炮声忽然响起来, 浓烟密布在马车周围。 那些追杀明业的家丁们, 立刻又折回去, 保护他们的纳兰大人。 他们将赵铭城脚踢手打。 明丑哥, 你真是何苦? 明业轻悦迅速逃离了现场, 回到小院, 轻悦就像是失了魂似的。 明业取出了那把左轮手枪。 姐姐, 你这是…… 去救你的心上人。 姐姐, 我跟你一起去。 好。 两人换了夜行衣, 戴上面纱, 等到月黑风高时, 才偷偷地摸到了纳兰府。 明业和清月 挟持了纳兰府的一个丫头。 啊, 你们要找的, 是不是今天下午老爷 带回来的那个年轻男人? 他在哪儿? 拆房里。 明业一巴掌 拼晕了这个丫鬟, 然后和清月 神不知鬼不觉地 来到了柴房。 纳兰婷对出身卑微的赵明成 根本没有防范之心, 连个看守赵明成的家丁都没有。 明业和清月 将赵明成轻而易举地给救走了。 几个人称黑回到小院。 你这个猪脑子, 下次要逞强前行想一想, 你这么做是让那个老银棍段子角色 还是让你自己断子绝酸, 想好了再行事。 姐姐, 她是气坏了。 历日, 因为赵明成那一身伤痕 开始化弄, 清月哭着, 要去给她找大夫。 帝都最好的外伤大夫就站在你面前, 何必舍尽求远呢, 这个伤势不算轻的, 不得为她抓点支血花瘀的草药, 来熬水给她吸吸。 说完, 就取出银子, 然后大踏步离去, 明业走了几家小药店, 可是她想要的几味药都没有。 姑娘, 这几味药啊, 小药房都不会买的。 帝都最大的药房玉草原, 是皇家垄断的药房, 这种均需药材, 只能在那里面售卖, 姑娘去那里看看吧。 明业谢过好心的掌柜, 又来到玉草原, 当明业向掌柜提交药方时, 掌柜看明业的眼色, 便有些古怪。 公子你稍等。 掌柜说完, 便走进了内室, 许久都没有出来。 明业寻思着, 这掌柜眼神闪烁, 十分诡异。 莫非这药房有诈? 明业顿觉不妙, 低着头欲匆匆离去, 不料在门口时, 却撞上一个同样匆匆走进来的男人。 明业刚要出口训练, 是他起居, 却眼尖地看到, 袁宝顿时吓得立刻匍匐在地上。 速禄不长眼的东西, 冲撞了万岁爷, 真是罪该万死。 还不快滚。 皇上! 药房的掌柜, 这个时候神色慌张地滚出来了。 平身吧, 陈掌柜何以神色匆匆。 评告皇上, 昨日纳兰大人的奴仆生财 还被人当家殴打。 纳兰府家丁抓住了其中一个凶犯, 其他两个同伙却是逃之夭夭。 昨晚三经时分, 凶犯又潜入纳兰府救走了被抓的同伙。 纳兰大人琢磨着, 这名同伙一身是伤, 必然来御草原求要, 所以让小的们格外留意今日来求要的陌生人。 是才啊, 便有位长相清俊的公子, 想望和纳兰大人所说的乌尔, 小的这才匆匆忙忙去通知纳兰府, 回来时便显得神色不宁, 让皇上见笑了。 皇上闻言, 阴损的目光立刻投到门口, 可是刚才还匍匐在那儿瑟瑟发抖的人, 此刻却不见了踪迹。 当街殴打朝廷命官的人, 数次藐视我大下国的律法。 元宝, 捉住此人, 将他送到大理寺去, 使情节轻重, 掌则板子, 诺。 元宝立刻飞了出去, 皇上一边听掌柜汇报 军须材料的供给明细, 一边等着元宝回来。 然而掌柜将近一年的明细汇报完毕之后, 元宝还没有回来, 直到将近十年的军须药材流向了解了一个大概之后, 元宝才垂头丧气地回来。 让他逃走了。 皇上, 那个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 小的追了他五条街, 若不是他不会轻功, 小的恐怕早就追丢了。 他现在进了青龙, 恰好寻冲大人带着侍卫来寻街, 小的让他堵住青龙的所有进出口, 这才有机会过来向您禀报。 你连一个没有轻功的普通人都抓不到, 朕养你有何用? 皇上, 他虽然不会轻功, 但是他实在轨迹多端, 死人的计谋不在, 不在安娘娘之下呀。 朕请会会他。 皇上转身, 便向门外走去。 当皇上和元宝来到青楼时, 寻城大人率领了百官兵, 早已将青楼团围住。 都给我守好了, 这可是纳兰大人要的人,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 此刻, 被困青楼的明夜, 丝毫没有一丝丝困兽油斗的惊慌, 买了一名青楼女子的出业犬, 正抱着软玉温香。 官兵为了追捕逃犯, 每一间房都逐一检查。 当他们踢开明夜的房间时, 让皇上猝眉。 元宝忍不住偷偷瞥了一眼, 惊得眼珠子都快落到地上。 有什么好看的? 官兵为了追捕逃犯, 每一间房都逐一检查。 当官兵把每一间房都查完了, 寻城大人苦着脸回禀皇上。 皇上, 这里每间房都查过了, 可是没有抓到嫌犯的。 把老宝叫来。 老宝几乎是随传随到, 明府见过皇上。 朕问你, 这里的嫖客, 你可都认识? 啊, 都是些常客, 自然认识, 不过每日都有些新面孔出现, 那就不认识了。 大多数是认识的, 那么不认识的嫖客, 你应该记得他们要了哪间房吧? 记得记得, 就在刚才, 来了个年轻俊美的公子哥儿, 要了我们这儿的厨儿, 就在海棠房。 可是当元宝带着官兵闯入海棠房时, 除了一位吓得瑟瑟发抖的少女, 屋子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 啊, 原来她是女的, 她是女的。 等元宝从震惊中回过审来, 立刻跑到窗户前, 查看明夜的逃跑路线。 下面是青楼搭建的细台子, 窗户大概四米高, 若是没有武功的人跳下去, 悲死即残。 元宝意识到, 逃犯没有那么简单。 下去搜。 而他自己, 则火急火了地, 折回到皇上身边。 皇上。 元宝, 别告诉朕那个逃犯又逃了。 笑得无能, 又让他跑了。 哼, 那逃犯在海棠房里醉生梦死, 你这个时候去擒获他, 他只有乖乖束手就擒的份。 告诉朕, 他是怎么跑掉的。 皇上, 那醉生梦死是假的, 那嫖妻的逃犯根本就是一个女人。 女神? 皇上齐长的身子忽然向海棠屋走去。 皇上, 他虽然是女人, 可是却长得特别英气, 而且他说话的声音很粗哑, 唇厚, 分明就是男生。 皇上走到窗户前, 锐利的目光落到戏台上, 此刻一名轻衣展开歌喉唱着, 舞动长袖, 快速地转着圈。 他努力地想要看清楚他的脸庞时, 然而他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皇上眼底染出一抹笑意, 一个轻衣, 竟然有这么好的武功根底, 实在是少见。 圆宝, 去, 把那轻衣抓过来问话, 这次, 可别再让他跑了。 那名轻衣不是别人, 正是逃犯明夜。 他适才长袖舞动, 西台上早就弥漫着火石灰粉, 这是他离开玉草原时顺来的火石粉, 一楼严阵以带的官兵们, 一起涌上了西台。 而圆宝更是纵身一怨, 抄捷径跳到了西台上。 当官兵和圆宝追到西台上, 明夜却快速地闪离线台, 然后回头丢了燃烧着火星的火融到西台上。 忽然, 西台轰燃起来, 将圆宝和官兵阵退。 明夜趁火石滔天时, 脱了戏服丢了甲霸丢进火海里, 又恢复了男儿的模样。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圆宝有一瞬间, 大脑处于空白状态, 他不知道是该救火, 还是该去追逃犯, 抑或是回头救自己的主子。 等他意识到, 这是万恶的逃犯逃离青楼最佳的时机时, 他带着官兵又追了出去。 可是此刻, 青楼就那些嫖客纷纷仓皇而逃, 场面混乱非常。 圆宝绝望地望着逃命的人群, 又匆匆地向楼上奔去。 皇上, 快离开这儿, 青楼走水了。 是那个女魔头干的。 皇上望着惊慌而逃的众人, 知道大势已去。 圆宝, 打到回宫。 皇上, 你说这个凶犯, 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女的。 皇上, 如果今日的逃犯, 真的是个女人? 皇上有没有觉得, 她和一个人很像啊? 原本安云下死了之后, 皇上就心痛非常, 只要想到她, 就会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中。 可是圆宝这么一提醒, 皇上便其难自禁地, 将二人做了细细的比较, 竟然发现二人有那么多的相同的地方。 圆宝, 朕想去看安娘娘。 尽管快马加鞭, 然而抵达陵园时, 天色却黑了下来。 皇上看到那一堆的黄土上, 早已经杂草丛生, 她的身体便猛烈地一颤。 玉霞, 朕来看你了。 你信吗? 当日在流林坡, 是朕对着你的背后射了一箭。 后来, 又是朕下令, 叫你战术始终。 云霞, 你知道朕想后, 是不是永远也不会原谅朕了? 你可知, 天道轮回饶过谁, 手机阵也算是得到了报应。 失去了你朕才知道, 这世间唯一能够救赎朕, 这颗千疮百孔心的人, 只有你啊。 啊, 娘娘, 是奴才错了, 如果那天奴才脚证报得怪一点, 如果那天奴才, 拼死劝谏皇上回心转意, 你就不用死了。 原宝, 如果可以重来, 朕真的可以放纵他。 他是真的品尝到了后悔的滋味, 如果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他真的可以放纵他为所欲为, 只要他守住自己的底线, 无做危害大侠子民的事情。 原宝微微叹息, 造化弄人, 皇上好不容易肯对一个人服软低头, 偏偏这个人和他阴阳相隔。 为了让皇上从失去安娘娘的悲痛阴影里彻底走出来, 原宝也曾煞费苦心, 一来, 有心制造他与纳兰皇后见面的机会, 可是皇上却总是无端挑剔皇后的错处, 拒绝与皇后圆防。 二来, 原宝也曾想过举办一场选秀仪式, 可是这个主意却被皇上扼杀在摇篮里。 皇上, 明日早朝还要与秦臣商议南疆的事物, 时候已经不早了, 该回去了。 皇上眷恋不舍地凝望着墓碑上安云下的名字。 走吧, 远方。 马蹄声在林音小道上奔驰。 皇上, 大家宫已经五年没有举行财选仪式了, 宫里的婢女们年龄大了, 许多婢女等不到圣上的恩宠, 已经生了出宫的心思, 若再不填充后宫, 是怕就到了青黄不接的境地了。 元宝, 此时交给你去吧。 不可以貌取人。 是是是, 皇上喜欢特立独行的, 说话幽默点儿的, 胆子大一点儿的, 最好还会认点字儿, 有点拳脚功夫。 元宝, 这世上, 不会有第二个安云下。 皇上觉得元宝举办了猜选的目的, 有备他的初衷。 元宝, 朕不会从宫女里面选妃的, 你死了这条心。 为了抓捕明夜, 寻成御史和纳兰廷两队人马, 清朝出动, 对帝都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 明夜他们一开始躲在小院里, 只有需要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时, 才会出来溜达。 明夜果然, 一个大胆的念头应运而生。 与其天天在宫墙外, 像过街老鼠一般四处逃窜, 果不堪言, 不如潜入宫墙内, 在天子眼皮子底下, 过几天舒坦日子。 常言道,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再说, 下觉那个暴君性格孤僻, 喜欢宅在自己的宫殿里。 他从前虽然是他的安娘娘, 不过被求冷宫, 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 皇宫那么大, 只要他不想着攀高枝, 这辈子都撞不上皇后。 清月, 我们进宫。 好。 明夜清月则戴上面纱, 急不匆匆向宫门口走去。 路上, 他们遇到了许多通缉他们的官兵。 宫门口, 已经有许多参加财选的少女聚集在那儿。 圆宝带着几位嬷嬷, 正在对姑娘们逐一进行筛选。 旁边, 纳兰亭的走狗们, 却拿着轻泛的画像, 对来来往往的姑娘进行查看。 清月和明夜挤到姑娘们的中间。 明夜的目光, 则落到前方不远处的圆宝身上。 下绝身边的人都不是好色之徒, 不会长久地盯着一个陌生女人看。 她想, 圆宝应该是认不出她来的。 嬷嬷为明夜检查严容时, 明夜刻意选择了一个背对元宝和官兵的角度, 主动将面纱解开。 嬷嬷看到明夜的脸, 十分满意。 不错, 清月更是轻松过关。 因人数到齐了, 嬷嬷禀告元宝后, 元宝便下令进攻。 明夜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进攻的画面。 那时候, 她和秦王是新婚夫妇, 自己穿着丧服进攻。 秦王明明知道那是沙头的大罪, 可是却视若无睹。 那时候, 她就存了狼虎之心, 要置她于死地。 后来, 他们明争暗斗, 她赴黑, 自己狡黠, 她决胜千里之外, 自己运筹帷幄。 两个人始终处于相互制衡, 不分伯仲的匹敌状态。 她干不死她, 自己也骗不到她一点好处。 元宝为, 他们的一生, 会因为她的被斩首, 而彻底画上休止符。 却没想到, 命运的齿轮, 将他们再次系到一起。 从今以后, 她是高高在上的君王, 她是宫里卑微如泥的秀女。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君王服务的。 清月站在明夜的旁边, 想着秀女入宫以后, 还会进行更多的检查。 譬如, 是否厨子这一项, 就会将她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车道山前必有路, 传道桥头自然之, 别怕。 新来的秀女, 因为要学习宫中的规矩, 还将进行更为严苛的复始, 所以暂时被安排在了统一的住处。 第一天, 教导他们礼仪的嬷嬷, 只是简单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宫中礼仪的要领。 因为姑娘们实在是疲乏, 便让他们早些休息, 次日早起学习。 历日清晨, 嬷嬷便早早来到了储修宫片殿。 明夜的君旅生涯造就了她早睡早起, 所以当她来到内厅院上集合时, 姑娘们才从床上爬起来。 怎么这么早啊? 不错, 是个好苗子。 你们的动作这么迟钝, 如何能够伺候好主子们? 嬷嬷开始教导大家第一个礼, 走路。 明夜, 走路不能太快。 明夜, 你的手不能背着。 明夜一屁股坐在地上。 嬷嬷,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路走好的, 可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你说。 求求你, 别再叫我的名字了, 可以吗? 明夜, 烦你上午不能吃饭, 你在这儿好好给我练习走路, 什么时候会走路了, 什么时候吃饭, 练就练。 花式走路的姿势各种上演, 一会儿倒退, 一会儿经济独立, 一会儿竟然跳起了舞步, 路的姑娘们哈哈大笑, 嬷嬷就静静地望着明夜, 上头刻意发话, 这次猜选秀女, 不能墨守成规, 要选性格活泼的, 胆子大的伺候圣上。 我教导过三届秀女的礼仪课, 从没有一个秀女会在走路上翻跟头, 你是第一个。 嬷嬷, 你去休息吧, 我保证不会偷懒, 我保证你回来的时候, 我就会走路了, 我保证你验收成果绝对满意。 给你一个时差, 皇上身边的御前是位宝爷, 要来检查秀女们的训练成果, 待会儿你们可得给我好好走路, 明夜, 你可会了。 哦, 会了。 花音刚落, 进来几个公公, 后面则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元宝。 前公公需要个手脚麻烈的奴婢, 为圣上端茶倒水。 想必你们也听说过, 圣上从前是征战沙场的修罗王, 自然脾气不算顶好的。 这些秀女里面, 若是有胆子大的, 脸皮厚的, 大家可以举荐过去, 试用一下。 李嬷嬷, 你心里有合适的人选尽管说出来啊。 嬷嬷的目光立刻投向明夜, 可惜明夜为了防止元宝认出自己, 此刻一张脸, 大不得低到尘埃里。 为了不让元宝选中自己, 还配合着全身轻颤, 一看就是个胆子小的。 宝爷, 这些秀女初来乍到的, 老女孩未了解她们的性情, 不敢胡乱举荐, 不如宝爷自个儿挑个顺眼的, 如何呀? 嬷嬷教导李医师, 可有秀女出了差错。 有几个姑娘起来晚了, 明夜姑娘走路走不好。 明夜倒吸一口气, 我去, 不是要整死我吗? 秀她? 瞧着就是个胆小的, 留下吧。 明夜姑娘性格活泼, 能唱能跳的。 能唱还能跳? 那行, 先去乾坤宫当职三天, 考察合格者再留下。 明夜是吧? 起来, 跟我走。 清月也万分焦急, 如果明夜去了乾坤宫, 凶多吉少。 清月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 忽然跑到元宝面前。 宝爷, 清月愿意去乾坤宫当差, 清月手脚勤快动作麻利, 保证让身上满意。 元宝望着自告奋勇的清月, 看到她长着一张清丽绝色的脸, 处处动人。 想着, 这张脸说不定能够成功地吸引皇上的注意力, 让皇上从失去安娘娘的痛苦中走出来, 也不失为美事一桩。 好吧, 求你了, 跟我走吧。 雨碧, 转身离去, 清月则跟着元宝, 满腹心事地向乾坤宫走去。 她私存着, 明夜姐姐这般胆色超群, 财情盖世的人都不被君王赏识, 还为君王下令斩首示众, 可想而知, 这个君王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自己待会儿见了她, 只管低头做事, 不要招惹她才好。 清月姑娘, 皇上后宫空缺, 姑娘若是伺候皇上满意了, 少不得提下你一番。 宝爷, 你放心, 清月一定会将乾坤宫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清月到底没有见过世面, 想着立刻要见到传说中的修罗战神, 竟忽然有些怯了。 不过转念又安慰自己, 怕什么, 若不是明夜姐姐几次三番救她, 她早就该死了。 只要是能够替明夜姐姐挡去灾难, 万死不辞。 就来吧。 清月便慢吞吞地挪进了乾坤宫。 皇上, 奴才去楚秀宫, 心提拔了一个秀女过来当差, 日后皇上若是渴了饿了, 清月姑娘会尽心尽力地伺候你。 不是有你吗? 皇上, 奴才一个仨老爷们, 哪里懂得伺候人啊? 哦, 也是, 宫里给主子端茶倒水她, 不是奴婢就是太监, 那是, 所以皇上, 乾坤宫里应该添一些个手脚麻利的奴婢了, 朕在想, 要不要淹了你。 就算皇上淹了奴才, 奴才还是伺候不了皇上啊, 皇上, 有些事情, 就算奴才想为皇上分忧解牢, 也办不到啊。 元宝, 此事稍后在意, 你说说, 那日偶打圣财的凶犯, 为何抓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皇上, 说来蹊跷, 纳兰廷大人的追兵, 前几日还能追捕到那凶犯的踪迹, 就在昨天, 还与那凶徒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 在此之后,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截止到现在, 再也没有发现到凶徒的踪迹。 一阵看, 这凶徒技高人胆大, 根本就没有将朝廷命官放在眼里, 压根就不会窝窝囊囊地躲起来, 但昨日下午凭空消失, 刚好正才选的秀女, 昨日下午进了宫, 这是巧合吗? 清月纯守候在一旁, 静静聆听着皇上元宝 讨论有关他们的案情。 皇上的意思是, 那个女犯潜入皇宫了? 说过换作是朕, 朕也不喜欢每日里做亡命徒,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潜入宫墙内, 纳兰廷和熏城玉石的手便伸不进来了。 元宝, 让内务府将这些秀女的资料递交上来。 诺, 您下去吧, 端茶倒水的活不用你做, 明日一早, 你来乾坤宫擦桌子扫地即可。 奴婢遵旨。 清月觉得, 明夜姐姐遇到最强的对手了。 皇上将明夜姐姐进宫的心思, 揣摩得如此通透, 姐姐的麻烦看来大了。 清月脚步匆匆地离开乾坤宫, 只想着早点将这可怖的消息告诉明夜姐姐, 让她好做打算。 而元宝目送着清月离开的背影。 皇上, 为何不防她, 不怕她走漏了风上? 打草惊蛇。 清月回到楚秀宫偏殿时, 明夜正坐在床上发呆。 姐姐! 清月, 那个死变态有没有为难你? 皇上已经猜到我们潜入宫里了。 她让内务府将秀女们的资料递上去。 清月, 记住, 不论你在乾坤宫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你都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知道了, 姐姐。 皇上想查我的档案, 没那么容易, 让元宝来到内务府。 陈公公, 皇上正等着这些秀女们的资料, 你立刻取来。 老奴这就要去取。 按上秀女档案, 也不知为何显得有些凌乱。 陈公公有疑惑, 环扫四周, 却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才将岸上的秀女档案报了出来, 交给了元宝。 元宝不敢耽搁, 我速将档案送到乾坤宫。 皇上便拿起秀女的档案, 一张一张地翻阅起来。 明夜? 这可不像是达官贵族 给宠爱的千金们会取的名字。 至于这名字, 皇上, 你看到父亲的名讳。 因为对于明夜的名字感到好奇, 自然对明夜就格外留神。 目光落到明夜的画像上, 这是一张瓜子脸, 一梁有志。 父, 东方夜? 皇上你可记得, 当年我们在征战蛮蚁时, 曾经救过一个沦陷在敌坚里的小将? 朕记得那名小将就叫东方夜, 莫非, 这位东方明夜姑娘, 是故人之女? 想必是感念皇上当日救命之恩, 所以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宫? 莫非施证夺疑了? 这位明夜姑娘, 既然是故人之女, 你吩咐下去, 让内务府的人好好提醒她。 诺。 那名当街殴打朝廷命官家奴的女逃犯, 在朝廷开展的地毯式搜寻下, 却忽然销声匿迹, 可是她给帝都带来的混乱犹在, 带给纳兰廷的心理阴影犹在, 带给君王的震慑犹在。 就连皇上的早朝上, 群臣也在纷纷议论这名女逃犯。 骑走皇上, 殴打生财的女犯追击了二十天了, 纳兰将军和寻成御史, 每日离着爱家爱户地搜寻小老百姓的家, 只让帝都的百姓对朝廷怨声载动。 臣以为, 那女逃犯殴打生财, 罪不至死, 还请圣上名剑。 骑走皇上, 那名女逃犯并非宰相以为的普通行凶者, 他使用的暗器更是一绝, 臣自认为神经百战, 能抵无数暗器, 可是单单他的暗器让臣防不胜防, 他使用的暗器, 臣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纳兰大人, 你可保留着那女犯伤你的暗器。 纳兰停从衣袖里, 摸出珍藏多时的子弹。 皇上, 微臣一直保留着, 请皇上过目。 元宝走下来, 从纳兰天手里接过那枚暗器, 然后回到了皇上身边, 递给皇上。 那是一枚子弹桃, 他曾经在云下种植的花盆里见过。 后来, 云下企图利用他结束自己的性命, 若不是他体内那股特异的力量救了他, 只怕他早就一命呜呼了, 他不明白, 云下不是已经被他下令斩首示众了吗? 皇上的星弧仿佛被人投入大使, 惊奇的涟漪。 手里的暗器, 似乎也变成了泥族珍贵的宝贝, 被他紧紧地握紧。 朕有些危疑啊, 退朝! 元宝, 背马, 朕要出宫。 元宝愣愣地望着皇上, 不明白皇上为何匆匆退朝, 却急着出宫, 直觉告诉他, 皇上对于那枚暗器好像似曾相识。 诺。 当皇上的骏马停在安娘娘的皇陵前, 元宝再次傻眼了。 皇上, 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皇上敏捷地跳下马, 几乎是剑步冲到了云下的墓碑前。 元宝纳闷地望着皇上, 心里有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 皇上是在质疑墓地里的人, 不是真正的安云下吗? 这怎么可能呢? 就在元宝觉得皇上的揣测质疑十分荒谬时, 却忽然看到皇上的手散发出浓浓的烟雾。 皇上, 这使不得呀! 人死为大, 入土为安, 你若将安娘娘的墓地打开, 是对安娘娘的不敬啊! 朕怀疑她没死。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墓地就忽然被炸开。 墓地里, 两具木棺并列躺着。 这, 这, 这怎么有两具棺木呢? 元宝, 将棺木打开。 元宝刻不容缓地跑下去, 打开木棺。 轻轻推开木棺的盖子, 当里面的遗骸裸成在眼前时, 两人皆流露出巨大的震惊。 两具遗骸皆是无头女尸, 因为时间久远, 已经无法判断出尸体的身高相貌。 不过这多出来的一具身体, 和消失的脑袋, 足够让洞察秋毫的皇上, 敏锐地察觉到异常。 元宝, 朕的云霞还活着? 阿娘娘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呢? 这面暗器, 朕在玉衡院的花盆里见过。 元宝, 朕要你立刻启动修罗殿蝶位, 尽快找到那名女逃犯的。 难道皇上怀疑, 那名女逃犯就是阿娘娘? 皇上放心, 奴才尽快找到阿娘娘, 将她接回宫来。 那天, 皇上回到乾坤宫后, 便坐在龙岸前, 树里整桩案件的来龙去脉。 皇上, 不如去散散步, 赏赏花, 放松一下, 或许有醍醋灌顶之下。 皇上想了想, 站起来。 你说的是, 朕出去走走, 说不定有对付那丫头的喜思妙想了。 二人慢悠悠悠地闲逛着, 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楚秀宫。 冤宝存心让皇上多接触这些新才选来的秀女。 你故意的吧? 皇上, 这秀女们进来好几天了, 你总得从里面选几个顺眼的风飞吧? 你吃脑袋里, 每日都绞尽脑汁地想着, 怎么让朕去灵性女人? 朕不做昏溃淫乱的巨猫, 你收点心吧。 皇上, 你不是怀疑那个女逃犯潜入秀女中了吗? 我们逐一筛选, 或许真有意外的收获。 去告诉内务府, 明日让秀女们参加复选。 是。 历日, 当内务府临时通知秀女们参加复选时, 明夜惊得从床上跳起来。 复选, 意味着要见到皇上。 皇上对秀女们逐一筛选, 那还不得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呀。 姐姐, 这可怎么办啊? 明夜眼前豁然一亮, 她可以借助化妆改变自己的容貌啊。 她化妆技术堪称一流。 明夜坐在铜镜前, 开始给自己化妆。 嗯, 不错, 秀女们梳妆打扮完毕, 嬷嬷便带着秀女们向复选的地点, 御花园走去。 见过皇上。 平身吧。 秀女们起身后, 便端正地站在那儿。 既然是六宫选妃, 自然得品貌端正, 吃书打理, 贤得书会的。 你等, 一一上前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展示出你们的长处, 这则优选妃。 当姑娘们争先恐后地上前展示着自己的绝活时, 明夜和清月却低垂汗手, 如坐针毡。 皇上对姑娘们精湛的歌舞表演, 自然是没有兴趣的, 不过是借助他们表演的时候, 观察他们的英容笑貌, 试图将他们和记忆中的那个人画上等号。 当姑娘们的表演结束后, 粗心的嬷嬷以为所有的秀女已经展示完毕了。 余下两人呢? 明夜, 清月, 还不上去吗? 明夜惭愧, 明夜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才艺, 展示给皇上看。 皇上忽然走下来, 他站到明夜身边, 眼底却染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 姿态低到尘埃里, 声音里却夹杂着气息混音。 这是最佳的伪装声音的办法。 抬起头来。 清月便大大方方地抬起头来, 只是明夜的头却更低了。 明夜, 抬起头来。 因为是近距离观看, 明夜浓烈的烟熏装, 和刻意扩大的红嘴唇, 虽然是别具心裁的妆容, 可是在皇上看来, 却分明是一种掩饰。 因为, 那火焰般的红唇, 因为明夜咬唇的动作, 露出冰山一角。 你这妆容, 谁给你画的? 皇上不露痕迹地拷问着。 记忆中的那个人, 技术超群, 不仅能够伪装容貌, 还能变身成其他人。 明夜伸出食指, 指着一旁的清月。 大凡是养在帝都的千金小姐, 自幼都会学会琴棋诗话。 你不会歌舞, 总该会些其他的才艺吧。 皇上, 明夜自幼不曾习过琴棋诗话, 我娘说, 女儿家终归是要嫁人的, 学什么, 都不如学伺候男人的本事强。 他心里失笑, 他若是真有以夫为天的半点意识, 自己和他就不会走到这么决裂的一步。 云霞不愿意誓请他, 这是不争的事实。 此时若是贸然风飞, 别吓跑了这只伪白兔才是。 他可不是一般的女孩, 他怕你就会对你微微懦懦的, 就不敢跑。 他若是对你无情起来, 那可是比男人还很绝的。 他进一步, 他就会逃十步, 所以自己得耐着性子慢慢来, 诱着他, 哄着他, 让他彻底沦陷在他的温柔箱里。 此街秀女, 各个都是千秋绝色, 除了为展示才情表演者, 其他秀女, 皆封禁为才人。 至于清月和明夜, 从今起, 清月正是在乾坤宫当差, 明夜, 则到新者库管理剑奴们。 明夜暗暗舒了一口气, 他只是没有想到, 皇上会让他去管理新者库。 新者库虽然是皇宫里最艰苦的地方, 可是那个地方离皇上最远, 以后他见到皇上的时候, 应该不多了, 那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明夜对皇上的惩戒是十分欢喜的。 皇上见明夜那份欢喜望在眼里, 嘴角弄出一抹戏谑的冷笑。 他肯定, 明夜去了新者库, 便再也逃不出他的五指山了, 因为他会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 新者库是宫里最卑微的机构, 所有重活、脏活、体力活, 都是新者库干的, 所以新者库的人, 基本都是戴罪之身。 当明夜来到新者库后, 老远都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明夜看到几个穿着鹅黄色宫装的姑娘, 认真地洗着。 他们低垂着头, 明夜虽然离他们有些距离, 可是依稀觉得眼熟。 待他终于想起他们是谁后, 严静得嘴巴微张。 姑娘们, 见奴们放下手里的活, 然后走到面前站好。 明夜终于看清楚了那几个姑娘, 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韩芝丫头们, 定然是他连累了这几个丫头。 韩芝他们看见明夜那张脸时, 一个个都流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们便轻易地将他和曾经伺候过的小主安娘娘联系起来。 他们是如此相似, 不敢贸贸然地将眼前的明夜和安娘娘画上等候。 从今儿起, 金哲库的工作便由我负责。 虽然你们都是戴罪之身, 但是你们放心, 我绝不会倾鉴你们。 不过你们得记住, 生活不易, 大家得相互扶持, 有困难大家一起应对。 一句话,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去干活吧。 韩芝和春夏秋冬四个丫头并未离去, 他们痴痴地望着明夜。 明夜朝他们温软地一笑。 去吧, 她现在脑袋里一团乱麻, 不知道如何与他们到来。 韩芝姐, 这位新来的管事, 可是小主。 少说话多做事。 明夜, 她已经来皇宫好多天了, 她真是时时刻刻都惦记着她。 她能够想象得到, 如果自己跟她抛开心扉, 坦白自己的爱慕, 她一定会更加地侵蚀自己。 若不是怕打草惊蛇, 她才那么辛苦地遏制着自己不去找她。 她觉得, 只要知道她在自己身边, 还能从公人口里得知她的一举一动, 这何尝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幸福。 总比胜离死别好太多。 皇上, 你看长夜漫漫, 何不照明月姑娘后来与皇上一叙啊? 朕倒是想, 就是怕吓跑了这只小白兔啊。 目光望着窗外, 夜幕降临, 天色朦胧。 圆宝, 朕出去走走。 皇上要去哪儿啊? 别说话, 随朕来。 圆宝茫然迷糊地跟在皇上身后, 来到弃用多年的高塔上。 正当圆宝纳闷, 皇上怎么会忽然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时, 却忽然听到下方传来女人的声音。 圆宝寻声望去, 新者库的全景落入她的视野里。 圆宝瞬间明白皇上来此处的用意。 偷窥? 皇上竟然偷窥新者库的明夜姑娘。 她, 她犯得着吗? 她可是至高无上的君王。 她若是想要哪个女人, 还不是一句话的问题。 至于用这么不光彩的方式偷窥喜欢的姑娘吗? 天色不早了, 姑娘们, 洗洗睡吧。 姑娘们有条不紊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管事, 你也去休息吧。 皇上聘宝二人似乎都是丙息宁神, 静静地听着明夜和韩芝的对话。 你们先去吧。 韩芝脸上浮出一抹犹疑困惑的表情, 半吞吞地转身离去。 韩芝, 管事有何吩咐? 你过来陪我聊聊天吧。 告诉我, 你怎么到了新者库? 韩芝心里震撼非常, 早就怀疑明夜管事就是安娘娘。 今日心里得到了证实, 一颗动荡不安的心, 不知为何忽然安定下来。 奴婢的小主因为不愿意试请君王, 所以惹得君王龙颜大怒。 君王一怒之下, 将伺候小主的丫头们全部贬为贱怒, 刺入新者库。 明夜管事为何又来到了新者库? 原是为了躲避仇家追杀, 不过现在倒喜欢上这儿了。 高塔上, 两只听力敏锐的偷窥狂, 听到这句话后, 真是激动非凡。 这时候, 下方又传来明夜滴滴的暗哑的声音。 韩芝, 你家小主, 大抵不是诚心拒绝试请君王, 或许他只是觉得, 他不是一件商品, 所以不能容忍他的婚姻, 他的夫君, 都是别人塞给他的。 奴婢知道的, 所以小主做的任何决定, 奴婢都会支持他。 你去歇息吧。 韩芝迟疑了一瞬, 最后却还是温顺地转身离去。 此刻, 高塔上的皇上却陷入了沉思中。 原来那个丫头拒绝事情, 并不是因为讨厌她, 而是不喜欢她太霸道, 太专制, 未经她的同意, 就对她呼风唤雨。 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 一开始, 因为拒绝她的王妃是先皇塞给她的, 所以打从内心深处排斥她, 甚至千方百计, 想要克死她。 原来在自己嫌弃她并非心目中的妻子人选时, 她也一样在嫌弃自己, 不是她自己选的夫君。 他们二人的思想, 竟然会如此雷同。 啊! 就在皇上神犹太虚实, 忽然听到明夜的惨叫声。 管事,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瓜彩了。 这伤口太深了, 需要金创药才行, 你要是奴婢想办法, 弄点金创药进来。 韩芝, 没关系, 这点小伤, 自己会好的。 管事, 外面风大, 进去吧。 元宝, 走吧。 也不知道那个丫头的伤势到底有多么严重。 她手上有最好的金创药, 也有最好的医疗队伍, 可是她却不能毫无避讳地出现在她面前去帮助她。 元宝, 告诉太医院的医者, 明日在宫里举办一场医疹活动。 皇上, 时间会不会太双促了点啊? 皇上越来越具备做昏君的潜质了。 就因为明夜姑娘受伤了, 她就要大动干戈地筹备议诊。 礼日, 天空刚刚翻起余度白, 内务府就派人送来昭示。 那名公公似乎十分着急, 只是简单地叮嘱了一句。 今天的议诊, 记得去参加呀。 明夜接过墨水未干的告示, 望着上面的内容发呆。 议诊? 老天什么时候开眼了? 这么照顾我? 此刻的君王望着寄诏入宫的纳兰亭, 眸光幽生晦暗, 按波涌动。 纳兰大人, 朕召你入宫, 是想与你商议一下, 这大下国的军事战领风针。 不知纳兰大人, 有何好的提案没有? 微臣愚钝, 实在想不出好的提案, 还请皇上明示。 那么纳兰大人, 对当前的大下兵马的缺点和不足, 有何提议? 纳兰亭急的老脸上汗水层层, 依旧摇头。 严宝, 你从前也随朕酒精沙场, 军事理论的东西, 朕也教了你不少。 你有何看法? 我回禀皇上, 奴村认为, 大下国的兵马, 虽然都是强兵强马, 但是经过与蛮子几次厮杀之后, 兵力受损严重, 兵马缩减, 可谓强弩之末, 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所以大下国必须尽快培养后辈军, 可随时上战场支援强兵强马的能力, 大下国方能安枕无忧啊。 元宝, 说得不错, 纳兰大人, 你可听明白了, 你下去后, 立刻拟一份提案上来, 大下国要在和平盛世里壮大兵力, 这才是屹立不倒的决胜策略。 下官遵旨。 纳兰亭满腹心事地来到飞凤宫, 求见皇后。 皇后, 下官子来。 你们下去吧, 本宫和叔父说些提起话, 你们不用在这里待着了。 雁然啊, 你帮帮叔父啊。 皇上表面让我救出提案, 这不是明摆着就是削夺我纳兰府的兵权吗? 叔父不用担心, 皇上有心消解纳兰府的势力, 那也得他能够找到那么个能人, 能培养新兵, 迅速崛起, 与纳兰军抗衡。 纵观整个大下国, 恐怕也没有哪个将领具备这样的钱呢。 对啊, 皇上的想法是好, 可是实施起来却十分的困难啊。 这份提案, 叔父尽管让出兵马大元帅的兵权, 以兵马大元帅为赏头, 全国征集新生名将。 我想, 皇上会看到我们纳兰府的中心的, 而我们, 也能凭借自己的实力保住兵马大元帅的兵团,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 纳兰庭的心结打开了, 得以非凡地离开了皇宫。 元宝将纳兰庭的行程告诉皇上后, 皇上脸上是志在必得的表情。 皇上, 纳兰庭就是个武夫, 根本想不住提案, 所以跑去找皇后, 那皇后可是满腹精卫的人啊, 皇后一定会指点她的, 这纳兰庭真是狡猾。 哼, 这是朕意料之中的事情, 她去找皇后, 正合朕心。 看来这份提案, 毕竟惊失害俗。 早朝上 纳兰大人求财之心, 让朕十分感动。 提案里讲到大将军甘愿让行, 以大将军一职为夺魁赏头。 这份求财若渴的心情, 令朕心甚畏。 如此, 征选新生将领的事, 就由纳兰大人全力筹办, 朕全城监督。 这份提案, 瞬间在朝野炸开了锅一样, 纳兰庭大人主动让出大将军一职, 全国甄选新人民将, 谁要是在这场甄选活动中夺魁, 就能摘得大将军的头衔, 岂不是一步登天。 退朝后, 皇上心情愉快, 让元宝陪他散散步。 皇上, 奴才也是挖空脑袋也没想明白, 你既然有心, 培持新的明将, 为何还让纳兰大人去筹办争选明将的事情啊? 这样, 新兵势力不照样落到纳兰将军的手上了吗? 是啊, 既是聪慧过人的皇后, 恐怕也是你这般的看法。 大夏国刚收复失地, 兵力受损, 还需要纳兰势力威慑四方, 朕还离不开他们。 可是, 既是皇后, 也不明白朕的真实意图, 朕要的明将, 是能够取缔纳兰庭的人, 而且, 他得是个德才兼备, 干为天下先为民请命的好将军, 而不是一位齐男霸女的恶徒。 皇上, 奴才明白你的心意了, 奴才一定为皇上寻到这么个人, 能够真正为皇上分忧解牢, 历劫大夏国的繁华盛世的名将。 知音难寻, 皇上遇着元宝, 觉得自己是无比幸运的。 元宝, 你可记得我父皇在世时, 发生了一起非常残忍的雏将运动。 我记得, 许多名将因为这场运动而惨遭杀身之祸, 还有许多名将被关进了地牢, 重身监禁, 这二十三年过去了, 这些名将也不知怎么样了。 朕最近查阅过雏将运动的始末, 方知这是一场皇子夺敌牵扯出来的大范围损兵折将的运动。 这场革训运动里, 受害的名将并没有如史书记载那般投敌叛国, 而是朕的父皇为了登上皇位, 排出异己的一场杀戮, 朕如今便想要弥补他当年的错误。 元宝, 你说朕该怎么做, 才能安抚那些无辜将士的心。 皇上是要赦免当年那些含冤下鱼的将士吗? 自是体大, 朕若这么做了, 只怕那些因寻规守旧的宝皇派, 会以朕不忠不孝之名讨伐朕。 那, 这可如何说好啊? 朕诞时快到了, 最近文武百官的折子, 皆是关于如何庆祝朕诞臣的提议。 他们既然一心讨好朕, 那么朕也不用劳民伤财大肆庆祝, 就下一道圣旨, 朕的诞臣为了祈福, 特大赦天下。 哦,皇上, 此情顺命啊。 元宝总觉得皇上最近连续做出的两个大决策, 是十分诡异的。 这两件事, 看似毫无关联, 可是又好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元宝琢磨了许久, 皆没有答案。 元宝奉皇上的命令, 特将新者库赏赐, 下发给新者库。 可是他刚刚走进新者库时, 就看到新者库的姑娘们, 坐着整齐一致的深蹲。 明月姑娘, 你这是…… 怎么有种训练新兵的视觉? 姑娘们体弱, 总是爱头疼脑热的。 我教给他们一套强身健体的动作而已。 元宝看到明夜, 不知为何, 脑海就想起了皇上大赦天下, 和裴执行人大将军的提议, 不觉心理开窍。 大赦天下, 这样, 办了死罪的安娘娘, 就可以活过来。 真选民将, 新人固然难以摧毁纳兰府的势力, 可是安父却不一样, 他原本就是大将军, 只要他重出江湖, 恐怕原来的旧部就会支持他。 这样原本的安父, 就可以再次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 皇上的用意, 原来如此之深。 明夜姑娘, 皇上大赦天下的告示, 你看了没有啊? 明夜微正, 皇上大赦天下, 元宝莫名其妙地跟他提这个做什么? 莫非, 他的身份早已被皇上察觉了。 元宝放在醒屋, 自己说漏嘴了。 明夜姑娘率心者酷, 众之沉沉地, 为皇上发明了马桶。 皇上特赏心者酷, 绫罗绸缎白痞。 明夜听到这些讲少, 很是, 无语。 谁稀罕这些绫罗绸缎啊, 不如来点银子, 姑娘们喜欢什么买什么。 元宝刚回乾坤宫里。 明夜姑娘有何反应? 什么反应都没有啊? 女儿家喜欢她, 偏偏她就不喜欢。 唉, 朕大赦天下, 她为何还是不愿与朕相认? 一奴才看, 皇上何不生命一煮成熟饭? 阿娘娘再要强, 这清白没了, 还不就顺从皇上了? 你不了解她, 她的性子刚烈, 朕这么做, 要么与她决裂, 要么将她逼上绝路, 她永远都不会屈服于朕的淫威之下。 那怎么办啊? 她想过隐世桃园的甜蛋日子, 朕想平息天下大乱, 这前半生, 她依我, 后半生, 我便依她。 心者酷的衣裳做出来以后, 明夜特别留了一件给清月, 趁着下午得了空, 便将新衣裳送到了清月的住所。 明夜姐姐,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开心了。 皇上赏赐新者酷一百匹笼罗, 我们每个人做了两身新衣服, 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套, 你看看, 可喜欢。 喜欢喜欢, 明夜姐姐, 谢谢你。 你在乾坤宫当职, 皇上可会为难你。 姐姐, 皇上从来没有责罚过下人, 看起来好像也不像姐姐说的那样残暴。 有一次, 清月睡过头了, 去乾坤宫打扫厅院时刚好遇到了皇上, 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打我板子的, 我只是杀我的头, 可是皇上看到我, 只是朝我挥挥手, 对我说, 你出去吧, 以后记得早点来, 我不希望有下次了。 我听乾坤宫的奴才们讲, 这外面都传言皇上凶残无比, 可是他登基一年多了, 却从来没有奴才被责骂仗责的情况, 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现象, 听说, 以前的皇上每年都会仗比许多奴才。 明夜从未将残暴无良的夏绝拿出来与人比较过, 这突然听到清月将他与前几人的帝王比较起来, 才惊觉自己对夏绝的定位好像有些偏差, 难道是我误解他了? 清月, 你可听说没有, 皇上要大赦天下。 听说的姐姐,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罪都会被赦免? 我们殴打纳兰亭子走狗, 也不是什么不可宽恕的死罪。 还有, 你以前淘亲, 刺杀纳兰大人的罪, 毕竟没有得逞, 应该也在大赦的范围内。 清月, 只要皇上颁发了大赦天下的文件后, 你便找个理由出宫去吧, 你去找赵明成, 和他一起私奔吧, 去找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 好好过日子。 姐姐, 我舍不得你。 清月, 皇上大赦天下, 按理说天牢里的侵犯是不会被赦免的, 我跟你不一样。 可是清月听说, 皇上这次大赦天下, 包括当年刺杀皇上, 投递叛国的一些名将, 皇上如果连他们都赦免的话, 刑许也能赦免你的罪呢? 就算皇上赦免了我的罪, 我也不会离开帝都了。 姐姐, 为什么, 你以前不是一直想离开这个是非地吗? 我走不了了, 我爹他把所有的积蓄都赠送给我, 叫我拿着他们离开帝都时, 我就在心里暗暗发了事, 我原谅他从前对我的种种不适, 因为至少他现在是真心待我的, 可是我爹, 现在却被纳兰大人害得瘫痪在窗, 我爹心里的一口怨气, 还有他壮志未愁的遗憾, 我这个做女儿的, 有义务为他实现他没有完成的愿望, 姐姐不走, 我便不走, 姐姐留下来对付纳兰提, 我也留下来, 哪怕奉行微薄的力量, 哪怕最后不得善终, 我也死而无憾, 纳兰芙抢了我爹的荣誉, 我要为我爹夺取回来, 姐姐, 可是你是刺杀皇上的侵犯呢, 而且, 你还与纳兰提有过节, 妹妹就担心, 你这刚露面, 就被他们认出来, 纳兰提那个人卑鄙无耻, 回答目的不择手段, 我就怕他对姐姐不利啊, 怕什么, 皇上要的大将军, 如果连这点阴谋也对付不了, 那我也不用站在擂台上去了, 那姐姐, 可千万保护好自己, 我知道, 清月的担忧不无道理, 当明夜的名字出现在海选民册上, 便被纳兰提给盯上, 行者可管事, 明夜, 他虽然认出他是伤害身材和射伤自己手的人, 可是一开始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后来多方打听, 才知道他是新者库的管事, 本来他是要第一时间就拔出这个眼中钉的, 可是纳兰奄然让他忍一时, 因为皇上对他十分看重, 纳兰庭心里便憋着一口气, 一直等到皇上冷落心者库, 才能伺机除去明夜, 然而没想到, 明夜却自动送上门来, 圣才, 你想不想为老爷这只手, 还有你这被打断的肋骨, 报仇血恨呢, 老爷, 奴才做梦都想烧掉他, 老爷我给你这个机会, 可是圣才, 你这次千万不能再让老爷我失望了, 老爷, 你是不是有良计除去他呀? 你瞧, 机会送上门来了, 他也报名参加这次的大将军争夺赛, 老爷的意思是, 在擂台上除去他, 这样顶多是他学义不经, 除了意外, 皇上也怪罪不得我们, 圣才, 要取出他绝非意识, 所以你得找个特别强的高手, 来对付他, 圣才将嘴巴凑在纳兰亭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好, 就怎么办, 皇上要大赦天下, 可是这样的传言传了许久, 却没有明文告示, 焦虑的文武百官, 正愁着如何劝谨君王, 改变着违背祖宗的决定, 新帝登基一年, 为了给天下子民祈福, 特大赦天下, 皇上这是要清空整个监狱吗, 从前先帝大赦天下, 那些行凶杀人的重犯, 还有对皇室做出不安全因素的侵犯, 根本就不在赦免范围内, 皇上这道圣旨, 是皇上疏忽了吗, 大臣们联合起来, 准备一起劝谏皇上, 收回成命, 皇上大赦天下, 本是宅亲仁后之局, 然, 微臣觉得略有不妥呀, 皇上, 延老里有很多是 刺杀皇亲国旗的刺客, 他们万万赦免不得呀, 哦, 朕倒是把这个给忘了, 这又该如何是好, 皇上, 可以再出一道修正职业, 不好吧, 朕连下两刀圣旨, 岂不是招令膝盖, 众位爱卿, 你们觉得那些不可饶恕的侵犯, 除了监狱, 被大下国的危害大, 还是朕招令膝盖, 对大下国的危害大, 诶, 这, 皇上, 恕臣斗蛋说一句, 那些被受免的侵犯, 或许能够感念皇恩浩荡, 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而君王招令膝盖, 则万万不可啊, 因为皇上反复无常, 会让臣子们无所侍从, 臣子们为了迎合皇上, 也会变成招令膝盖的臣子, 届时, 大下国的法令, 还有谁会始终如意地去遵守啊, 元宝说得有理, 大臣们只能抹着脸退出去, 皇上与元宝的这出双簧戏, 成功地糊弄了这群英雄守旧的大臣, 臣妾见过皇上, 皇上, 臣妾今日过来, 乃有事与皇上相伤, 皇后但说无妨, 后宫有许多年迈的宫女, 还有许多身体包养的年轻宫女, 他们非常向往着出宫, 臣妾想, 皇上宅心仁厚, 大赦天下, 臣妾应当效仿皇上, 也应该对后宫进行一次整顿, 皇后是要精兵减政吗? 正是, 后宫那些年迈的宫女, 身体包养的宫女不少, 每年要拨给他们一部分阅历, 加起来也是不小的开支, 若是他们出宫了, 他们也开心, 后宫也能缩减开支, 正是一举两得。 皇后所言极是, 如此, 辞职便交给皇后去办吧。 是, 原本还想借机与皇上多说些提起话, 可是皇上却忽然打了喝歉。 皇后只得失去地告辞, 啊, 皇上想必是昨夜又操劳了, 臣妾便退下了, 皇上今日早些休息。 纳兰燕然转身离开后, 皇上目送她的背影离开, 对于纳兰燕然她一直心怀愧疚。 皇上, 你难道想一直将她隔绝在心房之外吗? 元宝, 朕总觉得, 那日云下拒绝事情, 就算云下找燕然来代替她, 可是那酒里的情毒, 却未必是云下下的。 皇上, 万一是我们误会她了呢? 元宝, 你知道朕的心思。 皇上, 明月姑娘也报名参加了此次的名将选拔赛? 朕以为她会沉住气, 在最后的关口出现。 没有想到, 安妇对她的刺激如此巨大, 她竟然有些不顾后果, 这么着急露脸。 元宝, 拿兰婷说是看到她的真面目后, 必然会对她起除之而后快的心思。 你得将拿兰婷盯紧点, 绝不能让她对明月动手脚。 是。 元宝退下后, 皇上的心情莫名地焦躁不安起来。 皇后要对后宫精兵检政, 只怕不该出去的人也会四季离开。 非凤宫, 皇后, 纳兰府来了飞鸽传书, 说了什么了? 大人说这位明月与安府有些联系。 阿翠,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明月, 与已故的安娘院有几分相似? 皇后, 不仅是相似, 而是十分相似。 本宫就觉得奇怪, 为何皇上对她如此特别? 如此看来, 恐怕皇上早就知道她的身份了。 皇后, 你别急, 你想啊, 皇上并没有与她相认, 这就说明明月姑娘并没有当回安娘娘的心思。 皇后还记得吗? 当初皇上找她事情, 安娘娘可是十分抗拒的。 是的, 本宫不能自乱阵脚, 本宫得想了办法, 让他们永远不能在一起。 皇后, 奴婢想起来了, 当任明月姑娘进宫的时候, 正是被大人追捕的紧, 她进宫是逃难来的, 何不趁此整顿后宫的机会, 帮助明月逃出宫去? 阿翠, 立刻随本宫去趟信者库。 参见皇后娘娘。 都起来说话吧, 你们的管事呢? 管事在里面。 明月从里面走出来, 看到皇后微愣, 一时间杵在那儿, 忘记了前行。 还是皇后娘娘主动上前, 走到明月眼前。 明月管事, 本宫有些话想跟你单独聊聊。 明月点点头, 转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纳兰燕燃跟着她的步伐走了进去, 皇后娘娘有何吩咐? 安云夏, 这就是你跟本宫说话的态度。 不然呢, 你想我怎么对你, 将你这个来历不正的皇后, 捧为座上兵? 纳兰燕燃, 你既然已经认出我了, 我也不跟你装了。 你们纳兰府, 欺我安抚无人, 夺走我爹的兵权, 如今又想着回我两个妹妹。 你最好警告你的叔父, 下次子弹射入, 就不是她的手背那么简单了。 韩云夏, 本宫是皇后, 你敢这样对本宫说话, 就不怕本宫吃你的罪吗? 皇后, 你恐怕不知道吧, 当年皇上将我斩首失重的原因吧。 我不妨告诉你, 皇上让我士气, 我便要她的命。 这个女人, 她连皇上都敢行刺,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想起自己的来意, 强迫自己压下心底的愤怒。 本宫今日来, 是来报答你当日的成全之恩的。 说吧, 你的身份, 本宫竟然知道了。 你以为你还能瞒得住皇上吗? 你心赐君王, 罪大恶极, 皇上是不会容忍这么一个不安全的因素留在这个世上的。 暗云夏, 本宫可以帮助你逃出去。 宫内有君王, 宫外有你们纳兰的走狗, 你以为我信你啊? 你拿着这个出去, 纳兰君看到此物便不会有人再为难你。 不过, 本宫希望你走得远远的, 再也不要回来。 明夜接过玉佩, 她相信, 这块玉佩是她的催命符, 她怎么可能愚蠢到去相信一个品行不端, 还和自己隔着深仇大恨的女人。 不过终归是值钱的东西, 不收白不收。 至于出宫的事情, 她本就有这样的打算。 既然皇后有心助她, 虽然不解她背后的阴谋, 不过自己可以利用她的帮助, 先出宫再说。 你要怎么帮我, 你不久便会知道, 自己快要出宫了, 何不趁此机会欣赏欣赏, 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竟不知不觉地, 来到了当年居住过的冷宫, 明夜轻轻地推了推冷宫的门, 门突然划开, 明夜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就在明夜满腹疑惑时, 忽然看到了一抹奇长伟岸的身躯, 明夜刚要转身离开。 你终于来了。 明夜危证, 准备偷偷溜出去。 她想, 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这个妖孽在这里等人, 却偏偏不巧, 被她给撞上了。 啊, 抱歉, 奴才走错地方了。 明夜管事既然来了, 便陪朕赏赏赏这里的风景吧。 啊, 是, 皇上向后院走去, 明夜跟了上去。 你知道吗, 这片农田, 是朕已故的安娘娘改造而成的。 嗯, 皇上, 邪哀? 那个, 能冒昧地问一下皇上吗? 安娘娘是怎么死的? 她犯了弥天大罪, 朕一怒之下, 将她斩首失众。 冤宝刚从外面走进来, 冷不防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皇上明明爱着安娘娘, 还这般的死要面子。 可是皇上后来收回成命了, 安娘娘斩首失众的那天, 皇上派奴才区阻止灰子守行警, 是奴才区晚了一步, 不, 是建战官提前了半个钟, 所以造成了这个不可弥补的编剧。 原来君王也有朝令夕改的时候啊。 你来做什么? 他能说吗? 安娘娘在此, 皇上最近的谋划都和他有关。 还不快说。 皇上, 八皇叔手持金鞭去抢公公了, 皇上要不要躲他? 不必, 八皇叔当年为了保护枕, 可谓劫心尽力, 他要教训枕, 枕受着便是。 与毕, 眷恋不舍地瞥了一眼明夜, 大踏步地离去。 当皇上和元宝离开冷宫后, 明夜陷入了狭想飞飞中。 皇上该不会是喜欢他了吧? 不不不, 自己又不是果色天香的大美人, 不温柔也不端庄, 他会喜欢自己, 除非他脑子进水了。 再说了, 他还有他的白月光啊, 他已经赐封纳兰艳然为皇后了, 他心爱的女人是他才对。 自己还是别自作多情了, 他应该只是还念着他们那一段 不长不短的夫妻情分吧。 是才看他火速离开的样子, 分明对他的八皇书十分敬重, 看起来, 他是个恩怨分明的重情重义的男人, 就连清月也认为, 皇上不是大奸大恶之徒。 认识到皇上的好, 明夜心里莫名地失落起来。 你在想什么呢? 这种想法很危险。 你在对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男人动情, 男人千好万好, 不钟情自己的男人永远不能要。 明夜怅然若失地往新者库的方向而去, 然而他心神恍惚, 在分岔路口上, 拐入了去飞凤宫的路上而浑然不觉。 直到灵听到纳兰燕燃大发雷霆的声音, 才清醒过来。 混账奴才, 你给本宫吃这五子葡萄是什么意思? 是讽刺本宫生不出孩子吗? 皇后,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请皇后娘娘棉茶呀! 你明明知道皇上从不曾留宿飞凤宫, 你却端来这五子葡萄, 不是故意刺激主子的心吗? 明夜颤了颤, 待咀嚼了阿翠话里的寒意, 不禁脸色顺变。 皇上从不曾留宿飞凤宫, 这怎么可能呢? 他那种随时随地都受信大发的人, 怎么可能会拒绝纳兰燕燃是寝呢? 明夜想了想, 又向前走近了些。 都给本宫滚出去! 你们都出去吧, 让娘娘敬一敬! 阿翠,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的? 娘娘, 别伤心了, 也许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悲观了, 或许是皇上刚刚登基, 他又是个重视正绩的人, 整日礼貌于正午, 不下儿女情长。 奴婢听说, 这一年里, 皇上也没有召见任何女子去世寝过。 你说的是, 是本宫太敏感了, 他本就不是一个贪图美色的好色之徒, 这一年里, 他正务繁忙, 自然顾不得本宫, 本宫应该耐心一点。 明夜闻言, 脸色煞白, 说什么皇上不贪图美色? 假的! 说什么他正务繁忙? 假的! 当初在秦王府的时候, 他每日里都想着爬自己的床。 明夜想到这儿, 忽然脸儿发烫起来, 原来他只对自己一个人受心大发。 如果这都不是爱, 又是什么呢? 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 都是自己误解了他。 可是这个家伙, 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他的? 明夜失魂落魄地转悠着, 原本想要回到新者库的人, 也莫名其妙地来到了乾坤宫。 姐姐, 你在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姐姐, 你是不是... 恋爱了? 你这丫头, 瞎说。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啊, 宫里出了新的政策, 大凡是年迈体弱的宫女, 就可以申请出宫。 秦月, 我们出宫吧。 姐姐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两个人说得欢畅时, 乾坤宫的大门里, 忽然走出几道伟岸的身影, 吓得明夜赶紧躲在花丛中。 皇叔慢走, 不要送了, 记得, 早点和皇后远逢。 发皇叔哼哼唧唧地离开了, 皇上随即朝清月这边走来。 姐姐, 皇上来了。 出来吧, 明夜姑娘。 明夜灰溜溜地钻出来, 皇上眨眼的功夫,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元宝故意支开清月。 清月, 乾坤宫一片狼藉, 你快去清扫一下。 清月便不放心地撇着明夜, 明夜下巴轻轻一点, 清月这才不舍地离开。 明夜管事来镇的乾坤宫, 所谓何来? 故宫颁布了法规, 年迈体弱的宫女可以申请出宫。 明夜来乾坤宫是和清月妹妹商量的, 问她要不要出宫。 为何? 良久, 才听到皇上挤出两个字。 她的眼睛里藏着一抹淡淡的忧郁和失落, 尽管自己如此迁就她, 可是依然留不住她的步伐。 她出宫了, 留她一个人在这冰冷的深宫里, 她的世界将多么单调。 明夜的爹爹年老体脉, 假装没有男儿支撑这个家。 明夜身为老大, 不能退卸身上的责任。 她敞开心扉, 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在她面前, 让她心里划过了一抹涟漪。 这还是安云夏第一次如此信任她。 奴婢告辞。 朕在这里等你, 别让朕等得太久。 云夏。 云夏? 她果然早就知道她的身份, 却还是纵容着自己杀人越狱。 皇上搭设天下, 是因为我吗? 不然, 你以为呢? 你胆大滔天, 连朕也敢行刺。 朕若不这么做, 你便要永远活在暗无天日里。 云夏, 朕的女人, 没有必要活得那么憋屈。 明夜想起自己还是秦王妃的时候, 她也说过同样的话。 那个时候她的情伤太低, 不知道这是她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承诺, 是对自己的忽悠, 把她对自己说的情话, 当作是一种登途浪子的轻调行为。 你没有回答朕, 会回来吗? 她望着皇上, 她娇羞地推开皇上, 跑了。 皇上宁眉,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夏军, 我叫明夜, 来自未来。 在我们那个时代, 男女一旦成亲, 便要白手到老, 永不抛弃。 你若做得到的话, 便来安抚求亲吧。 然后她转身, 像一只快乐的小兔子一般, 蹦蹦跳跳地离去。 韩芝, 春夏秋冬, 你们过来吧。 丫头们, 对不起, 你们心里想着与我风雨同舟, 可我却两次三番地抛下你们。 小主, 你带我们走吧。 带我们离开吧。 不是小主不要你们,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我与皇上已经不是从前那般互相猜忌, 渐心渐原的死对头。 皇上今日已经对我敞开心扉了, 而且我也答应了他, 情定一生。 我迟早是要回来的。 虽然我们舍不得小主, 不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等过来了, 就再等小主一次吧。 明夜出宫那天, 寒芝推门而入, 发现明夜的床上空空如也, 还留着一份书信。 丫头们,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心里对你们万分的眷念不舍,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还有一件心愿未了, 待我了结此心愿, 定然回来与你们相聚。 姑娘们, 保重万千, 皇后娘娘, 如你所愿, 明夜和清月真的出宫了。 本宫的玉佩, 她以为就是那么好拿的吗? 她以为出宫后, 那名玉佩会护佑她, 殊不知, 那是她的催命符。 娘亲! 雨霞, 我的女儿, 你终于回来了。 娘, 女儿回来了。 从此, 清月就是我们家中的一员了, 咱们有父同小, 有难同当。 清月姑娘尽管住下来吧, 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 爹, 女儿回来看你了。 爹, 你知道吗? 皇上逼迫纳兰婷让出大将军的头衔做彩头, 就要举办一场擂台比武赛。 谁一举多魁, 就能容身大将军一职。 爹爹, 恢复安抚的荣耀, 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吗? 你如今病着没法去, 那就让女儿带你去。 小乞丐, 你在这里做什么? 有位漂亮姐姐, 让我送这个给府上一位叫生财的管家。 老爷, 这, 这, 鸣儿怎么会让他杀掉生财呢? 莫非, 生财作恶多端, 他的罪行被皇上给发现了, 所以, 鸣儿要杀死生财, 以达到弃居宝帅的目的。 老爷, 大小姐, 大小姐不会这么对我的, 求求你, 饶了小人吧。 生财, 你也知道, 大小姐素来神机妙孙, 她要你死, 必然有你不得不死的理由啊。 你这鱼品哪里来的? 不会是捡来要害我的吧? 是宫里的一个漂亮姐姐给的。 当然,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大小姐不会让我死的。 将生财关起来, 没有我的指示, 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来人。 老爷, 有何吩咐? 吩咐出身方, 给生财的范粒加点佐料。 下人们面色凝重, 却默不作声地接了过去, 下去了。 上午时分。 老爷, 阿翠姑娘求见。 阿翠? 老爷, 皇后让我女婢过来告诉你一声, 她的玉佩赠送给新者库管事了。 阿翠啊, 阿翠, 你等我下来陪陪老爷我, 怎么样啊? 纳兰大人自重, 皇后还等着奴婢回去呢。 耽误不了你端奖。 老爷, 还请你日后自重一些, 皇后在宫里的日子举步为迁, 你若再添乱, 纳兰府将会陷入绝境的。 阿翠走了之后, 纳兰婷才想起了玉佩一事, 毕刻慌慌张张地 跑到关押生财的密室里, 看到生财正津津有味地扒拉着饭菜。 大人, 你来了。 他来晚了一步, 忽然心生懊恼, 早知道自己就不与那阿翠纠缠了, 这样生财还不会中毒呢。 啊, 啊, 反财有毒? 老爷, 你也会有这一天的, 因为, 你也作恶多, 短。 啊, 明夜, 我绝不会放过你。 大将军争夺擂胎赛, 终于拉开了帷幕。 明夜观赏了几场比赛后, 终于对比赛有了精准的定位。 明夜为了弥补自己的短处, 便琢磨出了对策。 皇上有心培植新势力, 可是你们看看, 我们就派出一个臣胖子, 就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连老爷我精心准备的人都不用出招了, 更何况老爷我呢? 皇上, 按照纳兰亭定制的规则, 累主手累三天, 若是没人上台挑战的话, 那这个臣胖子, 可就是最后的冠军得主啊。 哼, 纳兰亭啊纳兰亭, 你将阵置于何地? 皇上, 明天是最后一天, 我们的人要不要上场啊? 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的人暂时别上, 明日, 朕亲去擂台赛监察。 属下这就去准备, 这还有半天的时间就结束功力了, 皇上, 他不会不来了吧? 当然, 太阳快要落山了, 莫非这臣胖子, 真的能手累成功啊? 皇上, 奴才认为他不会来了, 要不我们的人先上吧? 不忙, 远邦, 沉住气。 皇上, 气候炎热, 皇上在外面候了大半天了, 这一个人影子都没有, 想必不会有人来了, 皇上龙体要紧, 回去吧。 皇后既然来了, 便坐下吧。 哎, 你们看, 有人来攻累了。 皇上, 姑娘假来攻累, 这, 合适吗? 倘若她攻下来了, 总不能真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她吧? 这兵马大元帅的兵权, 她, 她熬得动吗? 男兵们会屈服她吗? 司马大人忘记了, 皇后, 也是一名扬名立万的将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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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漂亮的妞儿, 竟然想当将军, 简直荒谬。 老子不打无名之辈, 报上名了。 死胖子, 听好了, 老娘我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安云夏师爷。 你杀云夏。 皇上, 安娘娘企图行刺皇上, 最大恶极, 她竟然没有死, 皇上领一下只抓人。 这一射天下, 为何独独不能放过她? 我不管你是谁, 既然上台了, 便只有胜负。 快打吧, 打完收工。 明夜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采取了心理和战术结合的迂回战术。 我先供你的传竹学, 然后是天突, 神雀, 再供你的下盘, 反转, 风驰, 然后收工回家。 那个胖子脑子里就回想着明夜说的攻击顺序, 所以双臂交叉, 挡在脸前。 姑娘几招就想打败我, 简直是痴人说梦。 明夜的身子已经来到了她面前。 嗓子眼睛被打, 顿时眼前冒过金星。 明夜双手提着她的肩膀, 借力翻了一个跟头, 双腿瞬间飞到她的肩膀上, 夹着她的脖子, 只听明夜大吼一声, 前进追! 那胖子也不知为何在地上晃了几圈就倒在了地上。 明夜的手捏着她的咽喉, 胖子顿时只有出来的窍, 没有了进去的窍, 很快就开始翻白眼了。 观众席上忽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明夜的目光落到皇上身上时, 两人四目交汇的瞬间, 会心一笑。 明夜回到家, 只是简单吃了鸡碗米饭, 休息了一会儿便上床歇息了。 然而躺在床上, 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脑海里总是莫名其妙地 想着皇上那张的脸庞。 她今日望着自己的眼神, 那么温柔, 她好像品尝到了恋爱的滋味了。 明夜懊恼地将被子拉过来, 盖住自己的整个脑袋。 她烦躁不安, 窗前微风吹拂, 一抹黑影临窗而立。 看到床上的小人发出那么焦虑的声音, 在脸上划过一抹不安。 推开窗户, 纵身一跃跳着进去。 明夜听到异常的声音, 警觉中打开了被子, 却被突如其来的一张脸压下来。 唇探相依, 那霸道的千犬带着熟悉的味道。 皇上? 你刚才在烦恼什么? 我? 我在想我家的荷兰猪。 你在想着? 你承认你是猪啊? 皇上, 明天我还要跟人决斗呢。 朕就是为此事而来。 他忽然有些担心, 明日的鄙视他怎么应付。 你只是个女儿家, 朕并不奢望你要上之杀敌。 云相, 你只要负责活着就好。 皇上,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对我这么好? 谁让你那么笨啊?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人说我笨。 李夏, 你想不想朕留下来? 不想, 你必须回去, 马上回去。 你在这里我睡不着觉, 我太兴奋了, 这样会影响我明天的比赛的。 你需要耍累三日, 朕想, 以拿蓝亭的性格, 急功近利。 明日必然会派出一名决定高手与你一战。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你理由是比他们更突出, 朕以为你赢的几率很大。 那是自然。 见他丝毫不谦虚, 皇上又觉得他十分可爱, 忍不住再次撅住了他鲜嫩的红唇, 肆虐了一番。 虽然不舍明夜, 然而也为他明日的激战担忧。 不想打扰他休息, 便念念不舍地离去了。 就在比武场的比赛最激烈凶险的时候, 此刻的安妇也变得不平静起来。 明夜和两个妹妹连续三天, 早出晚归的, 安妇人消失不见, 家中只有陈姨娘夜以继日地守候在安妇身边。 这让一时清醒的安妇意识到不寻常。 云霞, 哪儿? 云霞, 云霞。 老爷, 云霞和孩子们出去游玩了, 你别担心。 可是安妇何许人也, 他抓着陈姨娘的手因为太用劲, 而让指甲陷进他的肌肤里, 疼得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老爷, 你别激动, 我说, 我说便是。 唉, 前些天, 不知道皇上在想什么, 忽然下了两道圣旨, 一道是大赦天下, 一道是不拘一哥将人才, 擂台上选拔新的大将军。 我们的女儿, 云霞, 她帮你夺取属于大将军府的荣耀去了。 昨儿, 很快就回来了, 今儿不知为何, 让清月回来取了东西。 我见清月那丫头神色仓皇, 就怕她是遇到难处了。 老爷, 我很想跟过去看看究竟, 又担心你。 她要去比武场。 大将军这个赏头, 想要的人比比皆是, 莫说是新秀, 就是纳兰一党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拱手让人。 云霞和纳兰一党争斗, 无异于是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 她一定要去阻止云霞。 老爷, 我求求你安静点, 我知道你的心意, 我这就去叫车, 我们一起去把云霞接回来。 没多久, 陈姨娘带着一个车夫进来了, 车夫背着安妇上了马车, 陈姨娘也跟着去, 马车向比武场奔去。 车夫, 快点, 快点啊。 当比武场进入视野时, 忽然, 比武场上传来一浪盖过一浪的欢呼声, 直觉惊艳告诉她, 她来晚了, 比试已经落下了帷幕。 观众袭上, 观众开始纷纷散场, 安妇听到人们意犹未尽地讨论着, 今儿的比试真是精彩绝伦哪, 两个女人却签下军令状, 这份魄力和胆识, 也只有精彩绝艳的纳兰将军才提得出啊。 纳兰奄然, 安妇眼底漫出一抹绝望, 然而当人流散尽, 安妇却远远地看到几个人引向自己走来, 安妇热泪盈眶, 她看到她的女儿, 踩着优雅的步伐, 笑意昂然地朝她走来, 爹, 姨娘, 大家打赢了, 大家赢了纳兰燕人, 爹, 娘, 快上车吧, 安小姐, 你联系赢了两天, 再坚持一天, 你就是我大下国的大将军了, 小的荣幸备至, 今儿啊, 就免费拉你们一程, 做好了。 爹爹, 姐姐先后打败了荣禄, 打败了纳兰亭, 打败了纳兰燕, 依我看, 纳兰家族也没什么高手出战了。 纳兰府没有人了, 不代表皇上真心想让她做这个大将军, 皇上的人才是真正难以对付的, 看来如果明天的日子想好过一点, 她今晚得和皇上好好谈一谈。